这个女人就要炸了 来寿楼中心想为家里购置一套新的房产 可一道熟悉声音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而这声音的主人正是自己丈夫 让女人没想到对方身边还有一个亲密的人 她慢慢打开自己的手机 对着他们就拍了过去 二人暧昧的举止全都被女人一一录下 得意春风的男人电话忽然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男人急忙走到一旁 哎 开会呢 老王 看一眼手机的彩性 到馅了啊 姑娘长得是我头 然而丈夫身边的人慢慢笑了起来 一点点向着她的方向靠近 丈夫赶紧拦住对方 两个女人之间的眼神 仿佛擦出了看不见的火花 她没有上前之吻 反而是满脸的无邪 寿楼员还在认真地介绍楼盘 女人不顾一旁地大扯大闹 轻描淡写地告知对方给自己留下一套 接着便起身向着后门走去 他们有什么用啊 教员你聊 走出寿楼中心之后 女人立即打给了公司同事 虽然她自己就是律师 可还是希望对方帮忙处理她的婚姻问题 强调房子和孩子都要归属自己 所有一切女人都办得有条有理 说话之间 她还游刃有余对帮忙的寿楼员出言道谢 第二天吴建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与来到律所的客户交谈着商业合作 但对方一直打压价格 这让她感觉到了难办 因为这家公司是律所今年的头号目标 只要拿下自己的分成将会无比丰厚 吴建秋想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对方接手 忽然一道身影走进了紧张的会议室 李总 我看外边的气氛特别热烈 这里边有点严肃 李总 我们在商量费率的事情 关于这个我们京达已经不能再让步了 所以还是希望李总能够理解 吴律师 你说我这刚来吧 你就做总结成词了 是不是把钱给了死了吗 李总 建秋知道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想要直接了当地把价格谈论 男人却打断了他的发言 告知自己和女人的观点略微不同 他喜欢有来有往的商谈 这样才会使合作变得有温度 而有了温度才会有商量 那李总的意思是 意思是先喝点咖啡吧 然后慢慢聊 行 那你有什么偏好吗 都可以的 黎明人都很好喝 那我给大家冲一杯手冲咖啡 荣幸之治 应该的 女孩来到向往的公司面试 却碰到了昨天被家庭出轨的女人 在这个陌生地方感到紧张的她 就像抓住了一把生命稻草 对于建秋的询问女孩之无不言 然而没想到她将要面试的职位 就是眼前女人的助理 作为职场菜鸟 穆佳立马保证自己一定非常努力 并且会完成对方交代的所有任务 建秋没有多说 来到了律所的面试场地 直接找到她的资料 然后带着穆佳来到偏僻角落 在女孩忐忑的期待中 你的学历达不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帮不了你 可是那个应聘要求上面写的 就是全日志本科生啊 无奈的女人告知都是老板随意之举 人力部门又无法抗拒 只好在这次面试期间 放低了相应的要求 但她的助理必须是名校毕业 如果有什么过人之处 建秋坦白也不是不能考虑 可看了穆佳的简历之后 好像没有能打动自己的地方 女孩感觉很不公平 确实 不过我刚刚带着你插队 见面试官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过我公平的事 是啊 刚刚看到吴建秋拿她资料的时候 穆佳还期待对方可以直接录用自己 女人再次提醒世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希望穆佳可以早点认清现实 最后好心建议她去别的绿组试试 说不定会有好的结果 随后便优雅地转身离开 而女孩仿佛遭受了沉重打击 久久地站在原地不愿迈开脚步 回到会议室的建秋带来咖啡 准备与李光好好商谈合作 可男人在喝过之后 却始终不谈合作之事 这让建秋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更过分对方公司的人 竟在会议室中大谈风月往事 还是李总会享受 我虽然会享受 但是我也务实啊 我得干活对吧 外边找兵买马呢 我们不是一直挺注重 人才储备的吗 我也缺一个行政助理 就让他们忙 我们不聊这个嫌偏 聊正事吧 这次我们 这通电话直接打断了 女人刚要提出的建议 看了看手机的内容 男人忽然告知此次谈判 下次再说 幸亏建秋的休养极好 努力克制住了将要爆发的脾气 电梯里一个外卖员忽然走路 看着对方身穿的衣服 李光直接猜出 建秋所说的亲手羡慕咖啡 就是从这家店里买的 在与手下走出大楼交谈之时 通通都被身后的沐家听到 女孩鼓着勇气 重新回到律师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刚和金达的客人 同一步电梯下楼 他们猜到你点了咖啡的外卖 就这么想进去 对 女孩想在入职的公司立足 每天都过得警小慎微 为了与同事打好关系 身为律师助理的他 把老板团队所有员工的 后勤工作全部结下 不仅帮助大家处理杂火 还要在忙碌之中抽空 去给同事购买早餐 然而他那廉价的高跟鞋 终于扛不住女孩勤快的双脚 沐家来到附近的商场 看着鞋柜上崭新的货物 他自知买不下这昂贵的皮鞋 可女孩在驻足许久之后 突然拿出手机打给银行 希望客服把自己的信用卡额度提升一下 旁边服务员听得满脸笔 半妥额度沐家直接买下乡中的鞋 这年头刷爆信用卡购物的我见得多了 这大大方方打电话提升信用卡购物 我还是同意我见 这姑娘可够仨的 女孩没有理会外人的风言风语 因为她知道谁也不会理解自己 从家乡来到这个大都市 沐家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这里站稳脚针 站在办公室的吴建秋紧皱眉头 看着自己破例招进来的助理 每天的工作竟是帮助别人打发 更让女人无语的是 这个女孩还维修起了打印机 实在忍不住的建秋喊住忙碌的沐家 他把对方叫进办公室 告知自己认识几家不错的家政公司 可以给沐家介绍过去 听到这话女孩当场傻作 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喜欢看这些活了 为什么要来京达呢 你为什么不去应聘服务公司呢 还是说你觉得你只要干了这些活 把这些活干好了 你就能在京达立足了 吴建秋是希望女孩努力 但是好像努力的方向错了 沐家想让对方指点自己 建秋没有拐弯抹角 述说以女孩现在的能力 完全配不上公司给开的工资 京达律所招他入职做的就是赔本买卖 可明知道赔本还是这么做 只因是想培养沐家成为一名律师 而不是让他去端茶倒水还有打印 你跟他们都一样 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专业人士 沐家 我把你找起来 你别让我失望 一定要去做那些 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 我说明白了吗 清楚 中午休息女孩到公司 附近的餐厅吃饭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的同事 而就是她每天都帮助的众人 却在背后议论沐家的是非 李沐家好像从来不在楼下吃饭 女孩终于知道人心是为何物 自己就算有讨好的嫌疑 可对待同事们也都付出了真心 然而她还是被人贬低一等 李沐家 你打印机又卡了 我给服务公司打个电话 你不是会修打印机吗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吴建秋接下现在最火热的房产业务 他们的工作就是配合对方 在180天内完成收购 团队众人都知道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项目组取消一切休假 当然了病假除外 但你的病假如果超过三天 那你也会被淘汰 因为这就表示了 你的身体根本不是你高强度的工作 我不要借口 我要效率和结果 老板让沐家到财务室给合同盖章 可被财务总监以税率问题拒绝 女孩希望对方通融一下 律所与甲方公司早已协商完毕 为了不让这块蛋糕飞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走合同 还告知财务总监 他们完全可以在合同中添加补充协议 等税率定下之后 再把条款加上就行 沐家说完这个建议以为会让对方筹进 没想到财务总监忽然发飙 斥责这些都是歪门邪道 还提醒女孩他们部门从来都是按规矩办事 无奈的沐家只好退出办公室 但是他怎么会就这样放弃 如果合同不能今天盖章 女孩都已经猜到自己老板爆发的样子 沐家准备了一些水果重新来到财务室 把东西摆在桌上之后 你怎么又来了 您看能不能吃这水果 咱们给税务局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税率的事情 今天这个盒子就能盖章了 不老打电话催人家合适吗 男人觉得女孩是在讨好领导 一边说教一边从旁边柜子拿出一个盒子 原来对方早就准备了水果 财务总监以这种方式再次拒绝了沐家 焦急火燎的剑秋寻找助理 正巧看到垂头丧气的女孩 在询问之后得知了她的遭遇 女人无语了白了白眼 转身笑脸走进财务室 看到剑秋的到来 男人立刻收起吃水果的举动 被刺激人卡了一刀 是不是不太合适 就发生什么事了 北方之队的合同 我们现在在等那个 上面确定顺率的这个消息 刚才这么说了 让他稍微等一会 你说你怎么还把 无大女士人请来 老方让你等会儿就等会儿 你怎么等不了啊 对不起 怎么这么没耐心 无理长 别骂他 财务总监急忙打起原厂 假模假样述说 年轻人办事毛躁很是正常 这时男人的手机忽然响起 打开一看正式税率调整的消息 赶紧递给剑秋查看 告知已经确定下来 眼间的沐家赶紧拿来合同 方美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我知道 故意刁难你吧 为什么呀 因为他想让我亲自去找他 所以就让我当炮魂 觉得委屈啊 那就赶紧让自己强大起来 强大到不用受这番委屈 女孩加班到半夜 与同事一起走出公司 结果自己男友却误会二人有事 怒气冲冲脱掉手中腕表 同事被小丁的样子吓跑 结果他又阴阳怪气地对向沐家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怎么进得进他 你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过你有背景 是 我是告诉过你我有背景 怎么了 所以你的背景就是今天这个前辈 前段之前那大爷 你大爷 干了一天工作的女孩早就忍受不了 带着男友回到公司 先是让对方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 再领着小丁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把今晚做过什么干过什么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最后让男友看看今晚加班整理的资料 气愤地告知这是从九点到凌晨一点的历史记录 希望小丁睁大双眼好好看看 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其实男人内心不理解大家都在上班 但是为什么不在有效公式之内完成工作 反而还要天天都要加班 我们俩不一样 我每天坐在这十几个小时 我有加不完的班 我有干不完的活 我当炮灰 当人肉快递 当救火队员 我每天被刁难 被呼来喝去 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都要小心翼翼 我生怕我自己出一点差错 我害怕我不努力 我就会被裁掉 男人不理解穆家的恐惧 女孩知道所有人都在议论自己 怀疑他走后门有背景 可穆家没有想到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 那你要我怎么想 以你的学历背景 你知道别人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 你都在忙 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那你现在知道我在忙什么了吗 男人被穆家的爆发惊道 但是他还想告诉女友 自己的父母从家乡来到北京 在出租屋里做了满满一桌的菜 老两口期盼见到准儿媳妇 可直到二老睡着也没如愿 小丁告知他的埋怨其实是心疼穆家 可女孩述说自己只能这么辛苦 因为没有强大的实力 别人打个电话就能完成的事情 到了他这就要倒几班地铁去求爷爷告奶 穆家真切地希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家 和小丁有个共同的家 自己必须混出个人样 不能让对方到时候后悔 我们马上就在北京买房了 我们就有家了呀 那是你爸妈掏的钱 那是你爸妈出的首付 我不可能躺在上一辈的奉献里面去享福 你什么意思啊 二人都被对方的言语刺激 一个感觉到不信任 一个感觉到被欺骗 穆家觉得他们应该好好谈谈 大嫂赌上名誉街下的合作遇到麻烦 北方置地收购外省楼盘 领导收尾遭到对方公司老板耍赖 突然把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扣下 扬言让他们再掏出五百万的费用 赵总您放心 合同外的钱我们一分也不多给 这个事情交给我们解决 我找赵总 我挑得心 我是金达的邢小飞 如果是收购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 行 让你转告的啊 没有这个证 他北方置地 就当于花钱买了一片废墟 赵总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如果让对方继续这么折腾耽误收购流程 将会对自己集团造成重大损失 建秋却觉得都是小事 商场如战场 每一次的决策和前进都是在博弈 在对战之中谁先找到办法 那胜利者就将是谁 据建秋的了解 被收购的海澜地产面临资金问题 他们如果顺从对方意愿 那后面估计还会得寸进尺 所以女人觉得北方置地应该坚持 金达律所也一定会鼎力相助 老赵忽然想起大家还没吃饭 准备带着律所的众人去外面先电一面 一会回来再研究对策 临走支持建秋让穆佳留下接听电话 带着歉意的述说她先辛苦一下 女孩急忙摇头 众人刚走不久电话再次响起 喂 您好 赵总呢 胡建秋呢 能拍板那人都挪哪去了 他们都不在 我是金达的李穆佳 我们见过的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 怎么又是你啊 你一端插到水跑嘴的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一个男人在通话之时走进会议室 想让穆佳先去吃饭电话就由自己来接 却被女孩直接拒绝 告知男人他们是第三方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如果翻脸也得律所来做 男人被穆佳的话逗笑 觉得眼前姑娘对工作的态度十分不同 正当二人闲谈电话又响了起来 喂 您好 那你转告他吧 五百万要是不行二百万 这个北方质地家大业大 你办场年会也不值二百万 你可怜可怜我们不行吗 沐家急忙制止男人 不巧电话对面已经听到 舅坡下驴地表示一百万也可以 女孩赶紧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 随即快速把电话挂断 做完这些沐家郑重地告知身旁人 自己的老板已经说过 除了合同之外的钱一分都不会多给 回去的车上见秋通知沐家 他今晚被派前往重庆寻找海岸地产雕塑 目的是拿下对方手里的规划许可证 女孩忽然想起自己遇到的男人 询问老板认不认识 为何张嘴就能做一百万的决策 她一言不发直直盯着眼前的男人 把对方看得浑身汗毛倒立 我又不是明星 你天天盯着我 你不嫌烦 我不嫌烦 不要做 你不嫌烦 我嫌烦 我说你成心气我是吧 看到没有 这证就在这个媳妇里 可是我偏偏不给你 人家北方之地答应给你一百万了 你说你们律师中间叫什么呀 这不是起哄吗 这不是假起哄 这是我的工作 听到这个回答让男人无语 接着转身走到麻将桌前 不再搭理这个看着都烦的女孩 沐家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忽然发现桌上的合照 想起二人第一次见面 对方觉得自己和他的女儿很像 嗯 杨总 我跟您女儿一样的 您能不能帮我过 那能是一码事 我要是拿不到这个证 我回去没办法交差的 杨总 您看在我跟您女儿 都一样是新人的分上 我女儿那是我眼珠子 是我的小棉袄 你是谁呀 你是敌方派的那小卒子 帮我这掏紧我 男人的话虽然没错 却掺杂了些许冰冷 让沐家的情绪有些控制不住 看出女孩的状态不对 雕总没有任何同情 继续驱赶她赶紧出去 还告知要哭就找自己的父亲去哭 坐在走廊发呆的沐家 被一道声音吸引 抬头望去发现是雕总在何人扯皮 从交谈中听出好像欠电话里人的钱 而债主貌似要去找她的女儿 很快雕总来到学校宿舍楼 发现一帮混混堵在门前 只见沐家提着行李慢慢走来 势则雕总都一把岁数 还和流氓混在一起 男人盯着女孩呆若木鸡 混混告知他父亲欠钱不还 没想到沐家让对方赶紧去报警 你老公的外面欠多少张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们上这干嘛来 贪心呢 绑我来了是吧 来 绑 正好这个破班我还不想上 雕总有点害怕了 这是自己的事情 如果把女孩弄出好歹 他可无法收场 沐家像是亲生女儿一样 教训这个到处惹事的老子 随后望向一旁的混混们 告知给他们两个选择 第一是大家在这等着 自己已经提前报了警 第二是他跟混混们走 看到眼前一幕带头大哥直接气笑 对着沐家竖起大拇指 称赞女孩是真的厉害 众人最后只好无奈地离开 这时雕总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真的女儿询问发生何事 男人急忙随意找个借口糊弄了过去 怎么样 我演得不错吧 小小的骗子 你一掌子真老挣住了 谢谢你 别跟他 要是我被威胁了 我爸肯定也会活出去 这样 每天把你爸约出来 我请他一块儿拖起我 我爸不在了 对不起 说了 男人赌上所有与同事一起炒股 结果把买婚房的钱全部输光 他鼓足勇气想和女友坦白 可在去找对方的路上 却听到女友同事的闲话 你们知道这次李沐家 凭什么转成注意零食吗 我听说啊 北方置地的那个小赵总 看上他了 真的假的 我听说他拒绝了呀 你行不送完总 不至于吧 他有男朋友 他那个男朋友 我听说买房也要贷款 我估计啊 就是他因为秦顾送的挡箭牌 小丁直直看着离开的众人 心里像是被大锤狂砸了八十下 他拿出手机打给穆家 告知自己有事改天再见 穆家没有多想 还叮嘱小丁注意安全 可女孩还不知道 此时的男友早已失魂落魄 父母卖掉老家房子 凑齐的钱让他输光 女友又被高富帅惦记 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底气 去求得对方原谅 回到家中 小丁买了一箱的啤酒 独自坐在桌旁闷闷地喝着 下班在家吃饭的穆家 接到寿楼出电话 告知明天就是交首付的最后日期 第二天女孩来到寿楼中心打给男友 小丁看着来电显示 却直接把手机摔碎 电话没有打通 穆家开始担心 这时寿楼小姐再次提醒 今天是最后交款日期 如果错过房子将要卖给别人 女孩急忙跑到路边找到一辆出租 来到小丁家楼下却发现没有亮灯 以为对方还没下班 她就坐在单元门口的凳子上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 男友晃晃悠悠地走了回来 手里还提着一袋子的啤酒 穆家赶紧叫住小丁 小丁知道我今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 我等了你一天 我找你走找到医院去了 到医院找我干嘛 你坐 陪我上楼喝点 便吃便吃 你就在这说明外 你今天都干嘛去了 小丁知道事情藏不住了 低着脑袋小生树说自己的股票被套牢了 而且所有的钱都压了进去 听到这个消息穆家不敢置信 对方还是去炒了股 那么多的钱你怎么跟你爸妈交的 钱 没了 房子也没了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你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觉得男友喝多了 想要等对方清醒再谈这个问题 男人告知自己没罪 再次大声询问沐家到底愿不愿意嫁给自己 看到你还没有说话 小丁已经知晓他的选择了 我顶得压力贷款买鞋吗 我炒股也是为了把装修的钱炒了 我就是为了能让你过得更好一点 所以你抽空你也安慰我一下吧 你心疼心疼我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心疼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跟你过好日子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跟你过呢 你心疼我就不会买两千多块钱的一双鞋了 我让你买了吗 我让你掏钱了吗 小丁清楚女友没让自己买那么贵的鞋 可他知道沐家想买北京最好想去的房子 自从女孩在金达上班之后 男人感觉女友人都变了 口气大地以为律所是对方开的一样 你要是真的有能力 你说买一套房就买一套房 我盯着谈到插门我不委屈 那现实呢 现实就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就跟我买两双鞋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就是爱慕虚荣 我告诉你 有一句话我憋在肚子里很久了 女孩被对方说得愣住 不敢相信这是爱了六年的男友所讲 小丁也知道话说得重要 试图拉住沐家的手腕 却被女孩后撤正开 想了很久之后 沐家感觉小丁真的喝多了 对方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他就当作没有听见 想等到男友清醒之后 二人再好好谈谈 不曾想小丁的下句话让他直接傻住 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听见了 我就是太累了 太累了 再见 沐家的眼角被泪水打湿 直到小丁离开了半天 他才从当才的话缓过神来 急忙转身向着男友家望去 看到对方已经走进了单元门 女孩浑浑噩噩噩走出小区 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 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他们想买的新房地点 看着眼前高高的楼房 内心的酸楚感填满整个身体 沐家曾经多么向往可以有个家 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然而梦想全都破灭了 这时电话忽然响起 原来是老板建秋叫自己回去加班 感觉怎么样了 马上了 最后离开 快快快快快 你等会儿 建秋忽然发现女孩的腿有点问题 沐家撸起裤腿一看发现竟然破了 二人赶紧来到医院包扎 贴心的老板询问要不要叫他男友来接 我没有男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 回去的路上建秋得知了整个经过 觉得女孩这个状态还能回来加班 真的非常坚强 沐家却告知不管如何也不能耽误工作 建秋夸赞女孩实在是太优秀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其实我挺不想爱 中国人呢有句老话 叫天眼何处无芳草 外国人说吃烫里都是鱼 其实都是你一个意思 就是想说 救得不去 显得不赖 对 建秋述说自己有一个秘诀 在面对这种暂时无法缓解的伤痛时 分散注意力是最好的办法 把有限的精力 分担到工作或者健身都是不错的选择 还告诉女孩感情也许会欺骗她 也许也会辜负她 但这些东西不会 沐家付出一分的劳动就会有一分的收获 女孩点头表示明白 还告知老板自己会尽快振作起来 可她自己哪能控制那沉重的伤感 第二天上班沐家站在打印机前 直直盯着没有工作的机器 思绪已经回到大学时期与小丁在一起的场景 老两口把老家唯一的房产卖掉凑了五十万 准备给儿子在北京买房交个首付 结果被儿子几天赔个金光 人家李沐家 现在是光鲜得很 那你不是一路子人了 同样在朝阳区 人家喝咖啡 你喝豆汁 你们早就不是一路子人了 现在不分 将来也得离 把饺子给沐家送过去吧 跟她说 有我想吃 阿姨还给饱 小丁拿着母亲煮好的饺子 来到沐家公司的楼下 想要再见一面前女友 可不管打了多少次的电话 对方都没有接听 最后只好给女孩发了一个短信 期盼沐家可以不计前嫌 回想起几天前自己的行为 她满脑子都是悔恨 走分手呢 还不接我电话 把电话一接着手都分不了了 饺子 我妈饱了 她说 你又想吃个嗨给你 小丁低沉的树说 今天来找沐家 其实是想挽回对方 但是刚才坐着的时候 看着面前大楼来来回回的人们 发现他们做什么都很快 后知后觉才懂了一件事情 原来沐家也是其中一员 穿得漂亮还有魅力 就应该在这种地方上班 她曾经尝试着跟上女孩的脚步 发觉自己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而每次认真努力的时候 好像全都适得其反 总会把所有事情弄得一团糟 沐家慢慢把手放到小丁的膝盖上 想要安抚男人的情绪 可女孩自己也心痛得快要死掉 小丁告知明白这些之后 她决定不挽回沐家 虽然真的很舍不得 但是男人清楚应该放过女孩 让对方去展示翱翔 沐家哭泣地打开手提带 里面竟然有着自己最爱喝的饮料 小丁从来没有忘记她的喜欢 女孩的心此时更难受了 哭声也逐渐大了起来 她又打开下面的饭盒 一个个的饺子是那么诱人 拿起便使劲地塞入口中 脑中全是小丁 曾经对自己的承诺和誓言 沐家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地放生痛苦 知道助理难受的建秋 把对方带来餐厅 告知女孩这是谁都会有的经历 看到面前的丫头还是在哭 建秋只好找了一个不错的笑话 唉 就拿我举例吧 你知道我这个前夫老王 是怎么解释他出轨这件事的吗 他说 他需要出去释放生活的压力 这样才能回来更好地爱护我 爱护多多 爱护这个家 可笑吗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这个胖鸭为了陪伴自己的男友 向父母要了两万块钱去北京租房 结果房子刚租下来几天 男友就提出了分手 咱们之间不合适 长痛不是短痛 男人看不上他现在的工作 看不上胖鸭是一名二手房的销售 他想让女友换一份体面的工作 可女孩就是不听自己的决定 男人觉得这样下去 二人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田荣祈求男友不要离开自己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很好 你明白吧 我这人毛病特别多 事也多 你跟我分开 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 好了好了好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要学会自爱 你吧 这句话深深伤害到了胖鸭 他把眼前的男人当作天当作地 每天下班都来给对方做饭 只为能让心爱的人吃上一口热乎的 然而现在却嫌弃自己不够自爱 下班回家的穆家突然看到闺蜜 蹲在角落 得知了二人分手 你怎么也觉得很可惜 你清醒点 我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甩了他甩了他 现在倒好 我们连个面子都落不着 还得背问候自尊心 田荣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穆家急忙向着闺蜜道歉 这时胖鸭的电话忽然响起 一看竟是男友打来 被穆家眼急手快地一把抢过 胖鸭激动地想要拿回 还述说男友可能是后悔想和自己道歉 拧不过他的穆家只好松手 可田荣接起来之后才知道 对方只是告知自己的衬衫还在他们家 独自躲在房间的胖鸭拿着白酒 一口接一口使劲往嘴里猛灌 脑海里全是与男友曾经在一起的画面 他们以前是那么的相爱 那么的让人羡慕 但是为什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田荣不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里 第二天穆家把衬衫还给范华鹏 大家虽然在同一家律所上班 可女孩却一眼也不想看到对方 范华鹏询问田荣是否还好 穆家气愤地告知自己闺蜜十分不错 还警告男人不要再给胖鸭打电话 说吧转身就要前往办公室 范华鹏却忽然说出自己和田荣并不合适 不合适你早干嘛去了 一边让他给你媳妇做饭一边挑剔他 你真当你是雇主 这是工作场合 你把我那点小事拿这说合适吗 对你来说是小事 对田荣来说就是大事 我一直都把他往上拽 但我拽不动了明白吗 你那是拽吗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你告诉我你怎么拽啊 我没帮过他吗 我没帮过他吗 我还要怎么做 你那是帮的吗 我看反倒是你了 你一直盼着高枕往上爬 你还在这说我有意思吗 是啊 所以你得当心了 田荣好欺负 我李不加几仇 你最好绞尽脑汁的拦着我 别让我往上爬 否则我爬上去 我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你 你干死我啊 我等着 然而刚过两天 田荣没想到自己的经历 竟然在闺蜜身上重演了一遍 沐家哭泣地述说小丁炒鼓失败 还和自己提出了分手 胖鸭使劲地把好友抱住 没关系的啊 不会挺过去的 男人就一样 姐妹用手脱 小丁走了你就让他走 你还有田荣呢 女孩第一次被老板带出来洽谈合作 却出尽了自己的洋相 黎明集团老总看在剑秋的面子 夸赞沐家有灵气还精明 没想到三人刚刚碰完杯 他就把对方的夸奖全部踹飞 嗯 酒不错的 我选的吗 今天我们去吃饭的那个餐厅 我订了一瓶07年邦德酒庄的葡萄酒 这个葡萄酒有黑霉味 还有一些独特的矿物味 如果客户问起来说 这个葡萄酒怎么味道这么奇特 这款酒的黑霉风味是不是特别的特别 它的酿造过程 它的酿造过程非常的独特 初次发酵之后不进入到橡木桶 而是进入到了更大的 先去 李光害怕忍不住的笑出声 赶紧找个借口跑了出去 这是件秋才悄悄地告知 刚刚忘了提醒沐家 之前预定的那款红酒段落 现在喝的是服务员推荐的另一个牌子 回到家中沐家让田荣帮忙找找资料 想要知道今天喝的红酒到底是什么牌子 不曾想再看到介绍之后 女孩才知道竟然如此昂贵 只是那轻描淡写的几口就堪比他十天工资 第二天剑秋找到忙碌的沐家 告知以后黎明集团的对接就有女孩负责 这让他有些受宠落惊 怎么 你不行 换人 我行我行我来 谢谢我给你 认真点啊 下午沐家带着合同来找黎光 一是把手中的东西交给对方 二是感谢男人没有说过他们相识 听到这里黎光有点疑惑 为什么不想让吴建秋知道 原来女孩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关系 去炫耀推动了此次的合作 果然刚步入社会的沐家还是太古单纯 男人认真看了看眼前的女孩 你觉得我是这么容易被推动的人吗 其实对于这次合作呢 我早就有意象了 我看中的是金达的实力 还有是吴律师的叶姐的口碑 是我想多了 你还爱笑 笑起来很好看 黎光起身来到办公室的酒柜旁 拿出里面的一支红酒 为了庆祝合作愉快 男人打算把他送给沐家 女孩急忙述说自己不会喝酒 给自己的话实在太过浪费 没想到黎光却直接搬出了甲方一方 告知是来自甲方的馈责 女孩略微思考才感谢的手下 回到律所翻找资料 沐家终于知道这瓶酒 是上次见秋没订到的牌子 他有些不懂黎光的意思 那个男人总给自己一种怪怪的感觉 下班之前女孩找到自己老板 把对方送的红酒交给了剑秋 还告知是黎光特意让自己 带回给女人品尝 女孩当上律师接到的第一个活 就是让人头疼的工地施工事故 没想到她的到来 反而引起了民工们的暴怒 只因沐家的岁数太小 一看就是被拉出来糊弄人的 代理公司也不懂怎么救她自己前来 质疑金达律所是不是已经没有人了 女孩觉得对方有些可笑 又不是来打群家 为什么要派那么多的人 随即询问受伤的工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早上出工之时被石头砸了 但是施工单位把他送到医院之后 就不再搭理自己 里里外外缝了十几针 现在他不仅浑身难受还头疼 施工负责人表示没有不管 只是因为现在工地上的活太多 抽不开人手前往医院 听到对方的解释众人又开始大吵起来 师傅们 这个是工商 我先替开发商跟大家道歉 现在确实是刚开工 人手比较紧 您这个属于是工商 所有的医药费 物工费 还有营养费 他们如果不负责 开发商也会全权负责 谁说不负责了 结果他们呢 狮子大张口 张嘴就要五万 这谁受得了啊 五万怎么了 外挂食材断裂 这是一个工友告知 不是他们生事 而是确确实实有着问题 外挂食材用手一掰就开 工地明显是在偷工减料 负责人急忙收起桌上的石头 告知大家只是个别现象 穆家也知道事态有点严重 急忙安抚吵闹的众人 让大家先把伤员带回去休息 关于赔偿问题 他会尽快上报 一天之内肯定会给工人们一个答复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才决定离开 逢两个破针就要五万 怎么不去抢呢 如果按照工商赔偿标准 达到了轻伤 五万未必能够 你挺有意思啊 你替谁说话 给你律师费的 是开发商 吃里扒外 穆家来到工地堆放材料的地方 仔细打量眼前的石头 负责人询问他在做什么 看着穆家手里拿的东西 他提醒女孩自己等人 是莫大集团的下属公司 而莫大集团是黎明大厦的大股东 说到底施工方和开发商是一家人 食材方面确实出了问题 他们肯定会去追究 所以希望穆家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 更是威胁大家的工作不能丢 还要靠这个养活糊口 女孩明白眼前的局势 点头答应自己不会去管食材的问题 还告知都是打工的当然不小多事 负责人满意地露出微笑 然而他还不知道 穆家在兜里偷偷藏了两块石头 回到律所女孩把事情说给了剑秋 吴大律师也知道状况有些棘手 在穆家离开之后 赶紧打给了黎明集团的老板黎光 第二天心情不错的女孩来到单位上班 却发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 而桌上有着一份红头文件 表示李穆家对黎明大厦工地施工处理不当 工人们把线索报给了媒体 律所将会暂停他目前所有工作 女孩急忙来找老板剑秋 女人表示自己也无可奈何 可剑秋没有告诉穆家 这么做其实是律所和黎光的计谋 他拼尽全力帮农民工讨要到工伤费 结果第二天就收到律所停职的通知 女孩找到自己的老板询问原因 对方却拿给他一份报纸 出事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向上街 还有黎明集团内部做了汇报 书上工人也送了紧急 然后他们又去媒体投诉了 可是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显然对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内容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已经做了所以我能做的该做的 黎明集团只要还是我们的甲方 那他们所有跟法务相关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问题 可女孩还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黎光的轨迹 黎明集团开发黎明大厦商业圈 这个项目因为当时非常抢手 黎光没有实力拿下整块地皮 最后只好和莫大集团合作 而对方也成了黎明大厦工程的最大股东 可看着就要完成的项目 两位投资人却有了分歧 咱们将来面对的客户 那是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 黎光觉得未来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智能环保 他们应该砍掉一些华而不时的预算 为内部升级留下更多空间 可以听要砍预算 默总立即产生了狐疑 质问黎光是不是要联合其他董事孤立自己 男人急忙解释对方想得多了 他只是就事论是为工程着想 现在的整体规划是三年前制定 而三年时间科技是日新月异的 大家也应该跟上脚步与时俱进 黎光清楚对方股份最多话语权最大 所以还要等默总来做决策 黎光 你哪儿都好 见识多 绝世不 还就一样 幸亏你说的我 看着离开的默总 此刻的黎光内心只有愤怒 他知道对方只是一个莽夫 完全不懂什么叫做将来 男人忽然想起昨天公司上报的工地事故 立即拿出手机打给了律所的吴建秋 二人相约在咖啡厅 男人没有任何隐瞒 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目标 黎明堂下的预算呢 我跟莫大海这边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宣说其他的普通跟我一起对抗我的爱 所以 有个忙要你帮 什么忙 举报我们 这就有了沐家背锅的画面 为了把计谋落实 律所也只能暂时把女孩做好事的行为 变成了没有给黎明集团处理好问题的责法 建秋不能明说里面的弯弯绕绕 只希望女孩有一天明白社会现实 还有她的良苦用心 伤心的沐家回到住所 发现屋里不仅停电 楼上还不断地往下滴水 打给房东才得知原来是水管爆裂 没有办法的沐家只好去庞压那里借宿 可走着走着 女孩发现身后有个人影一直跟着自己 沐家的心中顿时感到害怕 赶紧拿出手机装作打给家人 这才骗过跟踪的男子 悬着的心总算慢慢落下 急忙向着身后的小巷走去 喂 沐家独自走在小巷被人跟踪 幸亏她机智地找了一块砖头放进包里 这才把自己化险为夷 女孩使出浑身力气跑到大街上 回想起刚当的一切 让她的心脏止不住狂跳 家中停电又漏水 沐家只好到表妹这里借宿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G48工地 目前已经是拆迁人币了 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将奥利体一张大型的烧天帽 大型烧天帽就是以吸收市民安全的概念 诶 您等等 城市发展得很快 在产政建训的过程中 应该关注市民类的安全 加强治安 保护好每个都为这个城市努力付出的也会是人 坐在家中的黎光看着电视 这才知道为何昨晚给沐家打去电话 对方刚刚接听就一把挂掉 原来是碰到了跟踪狂 男人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想要关心一下女孩 可最后还是忍住了那蹦出的想法 然而沐家的灾难还没结束 第二天一早 他租的房子忽然来了一众男女 吵吵闹闹的要见女孩 和租的社友只好把事情告诉了沐家 很快沐家便赶了回来 众人一看正主急忙把他围了起来 围守的女人知道女孩不认识自己 可一定认识自己的男人 沐家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原来对方说的就是黎明大厦项目金 也就是那天与他对峙的工地负责人 女人哭诉全家老小都靠丈夫活着 结果因为折了几块石头 就把自家男人给抓了进去 设有希望众人和平商量不要激动 是他勾结供火商一次冲好 再说了这是黎明集团内部处理的事情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就算是我们有点错 女人方便自己方便 你说你别懂不懂这点道理 不懂我只知道违法必究 你怎么打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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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知吴建秋自己与莫大集团的矛盾 已经到了不得不开枪放炮的地步 希望金达直接起诉对方 建秋一听觉得可以 表示会把案子交给比较有经验的人出 可没想到男人并不赞同 反而要让李木加来当代李律师 李木加 嗯 我思议让他背了这么大一个费桌 失度的招度 应该吧 仅仅是这个人 请你相信我的概念 但他是从行政港调上来 完全不具备独立打好一个官司的能力啊 每个年轻人都有第一次 见秋名白黎光身为甲方 本来应该他指定谁就该谁上 但是女人还是想让对方知道 李木加虽然是一个可造之才 可如果用度不当会适得其反 也希望黎光不要公私不分 男人明确地告知 工作上木加妥善地解决了工伤事件 还预警了食材的质量问题 于此对方还被自己当了枪使 更是背了那口黑锅 所以黎光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李木加 这时女孩突然闯进办公室 李总 嗯 您好 你脸怎么了 幸亏我当时背了黄王瞳目 没什么大事 李木加 想让你打一个官司 奖励你的勇敢和聪明 什么官司 黎明集团起诉莫大建设 你是代理律师 真的啊 真的 他刚接到人生的第一个案子 开心的没日没夜背诵重要资料 可在这努力的时刻 贾方老板却忽然找他吃饭 木加胆怯地来到餐厅 不知道对方到底什么意思 牛排是这儿的特色 咱们再点一只好一点的球好板 嗯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我喝茶就行 行 那我们都喝茶 好的 先稍走 李总 您不是过来要找我聊诉讼的事情 我要不这么说的话 你会出来跟我吃饭 听到这里女孩终于鼓起勇气 询问对方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律师 没有任何的职业经验 从理论上来说更是没有资格 可为什么男人和吴建秋 还要他来代理这个案子 李光道之是因为女孩被打的缘故 可木加却根本不信 男人无奈地摇头苦笑 在女孩期待的目光中 他终于说了一个理由 李孟加 从你处理工伤 当你背锅停职 再到突然复职 你就像做了一次过山车 你承受了很大的委屈 但也表现出了足够多的担当 是 你的确没有什么情愿 可是你的预判能力 沟通能力 还有你的抗压能力 都非常的强 所以 我们集团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你还被对方说得有些感动 忽然想起老板的话 吴建秋曾说这个案子对于自己 就是一个香甜无比的糖 木加真诚感谢李光的提携 然而男人及时打消了他的开心 表示这个案子不是女孩看起来那么简单 更不是木加想的那么轻松 他立刻表示清楚 交谈之后二人愉快地碰杯 李光忽然询问女孩家附近 是不是正在拆迁 这一下把木加直接搞得混乱 不懂对方为什么提起自己的家 男人告知现在他是黎明集团的律师 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正好自己朋友的房子在京达附近 而且目前处于空置状态 如果女孩愿意 李光可以陪他去看看 木加真的有点害怕了 急忙表示对方朋友的房子他负担不起 说完女孩从座位上站起 感谢对方请他吃饭 也很感谢给自己的机会 还保证在以后的工作里 他一定会认真配合和全力以赴 帮助黎明集团大涨红土 女孩的话让李光大笑起来 木加告知自己还有工作 所以就先不陪对方吃饭了 李木加 没手去忙吧 好 林林集团因为内部纠纷打起官司 对方律师看到京达派出的代表后 满脸充斥着不屑和骄傲 因为他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做 这个官司的结果都是赢 吴建秋当然也明白 不过女人更清楚 他们其实都是马前祖 可这个男人不会知道 就是眼前的小姑娘让自己摔了个大跟头 原本计划走完流程最后私下调解 没想到木加竟然不按约定来做 反而代表黎明集团坚持起诉施工方 只因在开庭之时 剑秋叮嘱黎光的决定是不撤诉和不退的 李光告知自家集团是上市公司 出了问题肯定是走法律程序 诺大海气愤地强调大家可以调解 还提醒案子这样下去要走一审二审 那将会是没完没了 倒是不知道黎明大厦会何事复工 男人忽然制止默大海的咆哮 默大海怒火冲天 却忽然又露出深意的微笑 狠狠用手指指着黎光的鼻子 告知自己清楚他的小心思 临走之时更是想让男人明白 只要自己还在这个项目中 黎明大厦谁说的都不好使 而回到京达律所的沐家也被顾律师堵住 夸赞女孩的演技真是高超 说好了大家走个过场 然而到了法庭就刺刀见红 顾律师想要知道到底是谁交的沐家 女孩告知不接受调解是当事人的意愿 作为代理律师肯定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你们作为法律顾问 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非但没有解决黎明大厦的问题 反而计划矛盾 导致工地迟迟无法开工 你们这是市值 这是无耻 顾大律师没有想到 原来面前这个看似绵羊的小姑娘 竟然是个兜里藏刀的主 第二天黎光找到沐家 表示想再次请她吃饭 我一会儿还有工作 我要去班 等人帮你做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是傻的可爱 难怪 黎光对你有好感 我 经过近期与黎明集团的合作 剑秋已经看出黎光对沐家有着不一样的眼神 不过身为老板的她不仅不反对 反而还给助理出了一些建议 女人告知在人的一生中 能让自己心动的时刻会越来越少 到最后会发现已经寥寥无几 所以剑秋觉得如果沐家不反感 往前走 但是公司还是得分离 千万不要为爱情冲昏头脑 然后走进泥潭里就问题打 剑秋表情细血地询问如何处理 可沐家却根本答不上来 第二天女孩刚刚上班 老板就又来找她 希望沐家去黎明集团送份文件 还递过一个小小的瓶子 告知是帮助睡眠的药物 原来黎光最近因为项目停工的问题 天天已经靠着这个才能入睡 而此时黎明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内 黎光正被一个股东逼宫 对方述说如果再不开工 那项目的投资方肯定要追究责任 最少都是8%的违约金 集团目前的状态根本赔不起 可男人却不屑一国 反而告知莫大海更赔不起 黎光直直盯着多年的好友 不敢相信在这个时刻 对方竟然要背叛自己 离开前股东苦口婆心地再次劝说 如果还是这样一意孤行 那他真的就要完蛋 黎光不懂大家为什么都是这样 明明自己的坚持才是对的 莫大海不仅目光短浅 而且还在工程里偷工减量 如果黎明大厦商业圈竣工上市 他知道那时才是真正的一败涂地 然而所有的一切却被大家统统接受 男人有些看不清眼下的状况 俯视着曾经无比喜欢的楼盘建模 突然一把狠狠地向着地面推去 没过多久拿着文件的沐家来到男人办公室 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 还有破败不堪的建模 有些担心黎光是不是出事了 可找了一圈却没看到男人的身影 这时一名员工走了进来 女孩询问对方老板在哪里 员工述说刚刚还在可能去了卫生间 沐家回头又望了望办公室的场景 希望员工可以去卫生间找一找 结果黎光并不在这里 女孩不想白白地离开 一是文件还没交到黎光手中 二是他也担心那个总是跟自己是好的男子 漫无目的地来到消防通道 发现没有人影之后刚要离开 忽然听到轻微的声音 低头一看原来对方就在这里 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底线 把合作的公司告上法庭 却遭到了董事会的千夫所指 告知如果不立即和解复工 那集团的董事们将会撤资 愁苦的黎光坐在楼道里 他的前半生为公司付出所有 可眼前的局势却让自己有了困惑 男人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 清亮歌声吸引了黎光的注意 也让他那烦躁的内心慢慢舒缓 沐家虽然不知道男人为何如此 可想起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黎光 女孩就想用自己的方式开导对方 等黎光再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发现里面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原来沐家在离开之时 贴心地给他收拾了所有杂物 桌面上还放着一个带着笑脸的信封 男人忽然有了一点点喜悦 而信封里面正是沐家拿来的助棉药 黎光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给了在金达的剑球 因为他已经有了计划 莫大集团才是始作俑者 听估言因众所周知 李总和莫总的矛盾也是众所周知吧 周律师 你没有证据这种话不好乱解 你闭嘴 我觉得沐家说的没错 我就问你这事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 你用头指着我干嘛 我指你怎么了 把手放下 我指你怎么了 指我干嘛 我指你怎么了 指我干嘛呀 行了小飞 干嘛呢 剑球急忙喊住吵闹的众人 投资黎明大厦项目的基金公司掌握律师 想与黎光讨个说法 可坐在他们对面的却是金达律所 吴建秋知道对方此次的目的 无非就是提醒和施压 女人表示非常理解 毕竟基金公司是投了不少的钱 但是她还想告知对面的众人 在压力之下 无论是企业或者企业家 都会被干扰最终导致动作变形 女人觉得当初选择合作 肯定是看中了黎光的人品 更是相信男人对建筑的热爱和追求 既然大家都能从现象看到本质 事工暂停导致的延期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很快双方就协商处放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过呢 这会不会把财神爷给当劫 当财神爷傻的 他不知道我们在演 吵也好闹也好 只要是大团圆结局 大家都会坐下来吃杀青饭的 这杯酒呢 敬吴律师的团队 应该是金达演艺集团 我演的都非常的好 等黎明大厦在这个城市 拔地而起的时候 你别忘了你说的 你很现实 不过我喜欢你的直接 吴建秋帮助黎光度过一截 这让男人对他感激不尽 但久过三巡之后 女人看到对方还是满目愁容 他甚至能让男人快乐的方式 只有两个 一是事业 而另外一个就是爱情 建秋告知自家孩子有个本领 可以帮助别人预测未来 沐家听到有点不好意思 没想到黎光竟想让他试试 李总 您选正面还是反面 正面吧 行 那正面为上 嗯 正面 黎光立即被逗得笑出声来 虽然知道这只是一个小把戏 可让男人还是有些许欢喜 赶紧让沐家再来一次 只见女孩拿起硬币吹了一口 另一只手中的杯子 立刻落下一枚硬币 而硬币的方向还是正面 男人还没看够 又一次出声让沐家再来一遍 相同的动作相同的手法 就连那口仙气都如出一辙 最终硬币还是掉在了杯子里 而且接连三次全都是正面朝上 一旁的剑秋嘴角露出微笑 而此刻男人也变得阳光起来 第二天上班 黎光不断把玩着手里的硬币 脑海中也回想起女孩的影子 而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沐家 突然接到电话 二姨告知她的母亲 摔了一跤导致骨折 目前已经住院让女孩赶紧回老家 沐家连夜坐着火车赶回无锡 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母亲病房 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黎母看向一旁的妹妹 责怪对方不该告诉忙碌的孩子 这怎么伤的呀 就那个 这厕所 这厕所怎么能伤啊 我不是上厕所吗 我不是在厕所里洗澡吗 然后洗完澡那个水啊 我拖鲜一滑 这不就摔倒了吗 没事啊 你别担心 那我打水去了 沐家觉得都怪自己 总说给母亲买个防滑垫 可每次忙的都会忘记 母亲却心疼女儿太累 述说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现象 女孩赶紧制止她说这样的话 虽然浑身疼痛 但母亲还惦记 坐火车的孩子是不是没有吃饭 沐家急忙找了借口走出病房 把打水回来的二姨堵个正着 你家不是那个屋子露雨的吗 然后你妈自己就搬个椅子上去 凶那防水 结果就给栽下来了 她多大岁数了 她怎么能自己弄那些呢 还不是想省点钱吗 每个月都给她汇钱啊 她这么省干嘛 你妈呀 觉得咱们娘家家点包 生怕人家瞧不起你 当时我不给佳佳攒着 佳佳嫁过去 你多受委屈啊 好歹一个人 放个什么人工关节 烧都烧不化的 这叫什么化呀 我们先考虑生活质量 我挨一刀 换个人工的生活质量就上去了 那有麻药啊 麻药伤神经啊 母亲勤俭持家意外摔倒 髋关节骨折却不肯接受手术 沐家询问是不是害怕花钱 李母觉得有钱也不能乱花 自己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换人工关节 关节肯定是圆装嘛 再说我在床上躺三个月 就能十五万块 你躺三个月 我嫁就请了一周 那我就请小时工好了 给我做饭 你二姨有空的时候过来看看我 行了呀 二姨自己没事了 小时工能随教随到吗 你夜里要是上厕所怎么办 可能这就是大部分父母的观念 生病了不想花钱治疗 不是他们没有钱 也不是他们不想治病 而是舍不得辛苦半辈子攒下的积蓄 因为那些钱是要留给孩子的 他们不想孩子也过上自己当初的苦日 沐家没有办法 威胁母亲如果不接受治疗 自己就把北京的工作辞掉回来陪她 你言为定啊你不许再变了 赶紧给我回来呀 你金有什么好啊 是挣得多点 那消费也高啊 就这么决定了 我决定了 沐家每天两点一线 白天在家给母亲做爱吃的饭菜 然后送到医院 虽然请了世家 但是律所的活还有一大堆 她要抽空完成剩下的工作 这天中午来到医院 主治医生突然拿出手术通知单 告知手术已经安排妥了 女孩和二姨有些发懵 母亲明明拒绝治疗 你可真行啊 买了保险都不告诉我的 保险 还给我装啊 刚才那刘主任啊 亲自来说的 说我有份商业保险 这手术费额全部都能理赔 我不做人家也不给折线 我当然要做了 哎呀 哎呀佳佳 看到母亲责备又欣慰的眼神 沐家急忙编造谎话 书说好像是与同事一起买的 不过时间太长就忘记了 在通知书上签完字后 母亲被送进了手术室 经过几个小时的治疗 手术成功的完成 但是老人却虚弱的什么都不想吃 看着强忍疼痛的母亲 沐家虽然心里难受 但脸上还是带着微笑 因为她知道这样能让对方坚强 半夜趁着母亲睡着 女孩偷偷的来到病房走廊 准备继续做还没完成的工作 这是一道身影慢慢的靠近 竟是远在北京的黎光 她急忙站起身询问对方怎么在这 男人看了谈病房里的老人 反而问起她的母亲状态如何 哎 已经好多了 您不是出国了吗 上海转机顺道来看看你 这好像不顺道吧 对于一个深夜到访的朋友 我觉得不抛根问题是比较 二人坐在长椅上 沐家显得有些拘谨 忽然试探的说出母亲看病的商业保险 男人没有解释直接点头承认 单纯的女孩想知道对方为何了解自家情况 再一个人呢 你想知道他的消息总好是有办法的 男人在纽约寻找项目资金 可当得知喜欢的女孩母亲生病 他不远万里的连夜赶回 只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帮上忙 半夜饿了的二人来到医院门口商饭摊 李光听着沐家给他讲述着小时候的经历 嘴角和布拢的连连吃小 在他们吃完馄饨之后 男人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他想给女孩讲讲集团目前的状况 告知沐家如果工地再不开工 董事们将会全部撤资 可如果正常开工 自己和墨大海的博弈就变成了两败俱伤 他输了一直以来的梦想 而墨大海则输掉了时间 撤资也就代表满盘皆输 黎明大厦会成为一栋烂尾楼 直到这时沐家才明白 原来李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男人询问女孩知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在楼道里 沐家当然不清楚 李光树说在办公室的窗前 自己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所以急忙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因为当时的他非常害怕 可在那昏暗的时刻 女孩的歌声照亮了自己 也安抚了烦躁不堪的内心 沐家有点慌张 其实那天只是听到了男人在叹气 所以想让李光放松一点 你手极一微弱的灯光呢 就像是给黑暗捅了一个窟窿 露出了光 光总是在黑暗的另一面对 所以我放不下你 女孩瞪大双眼地看着对方 不知道要如何去接刚刚的话 李光知道明里暗里沐家拒绝了自己多次 他明白女孩有一股子傲气 自己也正是欣赏这一点 还有就是当看到沐家的笑容时 男人总是会被感染 又温暖又舒服 李光觉得人都需要被抚慰 就比如沐家随便地弄了一个魔术 明明清楚都是把戏和套路 可当时自己看到之后就是很开心 更是享受其中无法自拔 而那三次正面的硬币 也给了黎光强烈的心理暗示 让他有足够的胆量在这种糟糕的状况下 去国外寻找新的投资人 看看有没有可能让项目翻牌 李总 我 听我爸爸说 我知道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 说服你自己不要跟我在一起 但我想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或许是 你会顾虑我们真在一起了 最后没有结果 他是不是很不值得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肯定要想一想 我 我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 黎光觉得对于一个似是不惑的男人来说 他的时间成本并不亚于沐家的青春 此刻的女孩不知要如何回答对方 只能一直盯着地面 男人也清楚这种事情不能强求 不过他还是拜托女孩 考虑 人生中有一个好朋友是多么的重要 当得知沐家母亲生病之后 田荣处理完所有琐事急忙赶到无息 看到李母睡得安稳 胖鸭拿起一旁的毛毯 轻轻地劈在了闺蜜身上 然后就这样陪着对方等待天亮 沐家询问好友哪来的这么多钱 胖鸭倒置自己卖了一套房子 女孩有些吃惊地看向胖鸭 那可是对方想要翻身的老婆本 田荣处说扛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他就要熬死了 不过幸好也赚了十几万 虽然听着胖鸭说得轻松 但沐家知道好友的倔强 如果不是母亲生病 对方肯定不会轻易卖掉房子 这个钱我就不要了 我妈手术已经做完了 医药费也交了 赶紧把钱拿回去 看有什么库洛城都给填上 手术已经做完了 阿姨不是死活不肯做吗 你夜之间回心转意了 沐家把黎光的事情说了出来 胖鸭吃惊的询问为什么不答应 这么大的老板向他表白 而且还带着满满的诚意 明显就是要跟沐家 正经谈恋爱的节奏 可此刻的女孩心中 早就乱成麻花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第二天做完手术的 李母下床活动 大家都吃惊她的 恢复速度真快 田荣感叹花了那么多钱 果真好用 真是的 你说是做了手术 马上就能下床了 所以说赶紧回家去 把保险都买了 人生才能不冒险 阿姨功夫得不错 下午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这么快 可以了 你还留恋 母亲的病情稳定下来 沐家也将要回往北京 临走时 她给母亲备足了吃的喝的 叮嘱一定要全部吃光 可李母却嫌弃女儿太过啰嗦 还驱赶沐家赶紧回去上班 但是女孩哪能放心 母亲朴素惯了 不舍的吃不舍的话 她偷偷在医药箱中放下一打钱 想在对方急用时再告知 你是不是真的不放心了 那你别走 留下陪我 我怎么可能留呢 我要回去上班 那你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有什么用来 女孩拿着行李走出家门 看了看这个陪伴自己长大的老旧小区 一股不舍之情涌入心中 但沐家知道自己的路在远方 坐在前往车站的出租车上 母亲忽然打来电话 在家 钱我给你放到电脑包里了 你怎么又把钱给我了呢 不是 这存折怎么回事 我在家根本花不上钱 那个钱你带回去 不是不打算回来了吗 既然这样 就在北京买个房子 有个自己的家 你跟黎光 到底怎么回事 在他压我们费率这件事情上 你起了什么作用 我绝对没有做背叛 金拿利益的事情 剑秋狠狠地盯着沐家 女孩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考虑一会 他还是告知黎光曾经跟自己表示过好感 母亲住院时对方还去看过 女人这才有点懂了 怪不得沐家休假的时候 黎明集团的方副总来打探他去了哪里 吴剑秋让女孩坐下 黎光 要在美国收购一个项目 他希望还是由我们来做 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呢 他把我们的费率压到了历史最低 是我从来没有给过的价格 所以您怀疑我把底价透露给了李总 是不是你 不是 沐家述说自己回北京之后 他们就再没有联系过 剑秋知道眼前的女孩没有撒谎 可又想不通黎光为何这么做 手指不断敲击着桌面 女孩不安地低下头 过了许久之后 女人仿佛下了某种决定 告知沐家准备把黎光收购的案子给他做 你愿意吗 这是跨国变高 我不太行 什么叫你不太行 我都相信你能行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太行 所以您这是在利用李总对我的好感 对啊 那他会怎么看我们 你在意吗 我在意 剑秋也不准备藏着掖着 爱人的好感的确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女人觉得最重要的因素 在吴剑秋的眼里 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沐家拥有这个机会 对方是自己破格招进来的 女人想让他展现实力展现能力 更是劝说沐家不要被其他因素所干扰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都是无所谓的 强者都是用实力 来让说三道四的人闭嘴 而这次机会也会让夜内看到沐家 对于律所的年轻律师们 根本不会得到如此大的机会 希望女孩一定要珍惜 也希望他接受自己的好意 沐家急忙表示明白 剑秋最后郑重其事的询问到底接不接 得到了女孩肯定的回答 很快黎明集团开展了项目启动发布会 沐家和剑秋也来到现场 看着讲台上意气风发的男人 女孩的心中有种道不清的感觉 此次发布会的主要目的 就是告知所有人集团将在纽约的大街上 盖一栋他们的黎明大厦 而此时莫大海正盯着电视机 看着里面的现场直播 听着黎光说出的壮志豪言 终于忍不住打给了在现场的顾律师 莫大海询问黎光是真的找到了资金 还是在畅读角戏 顾律师告知自己也看不出真假 一趟美国就能抱着人家投资人的大腿 啊 跟他耗 好的 莫总 咱们该说的是为啥事 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追过几次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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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方的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 他对你有没有意思 是不是 建筑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你一进去 你就知道 最近妈妈 最近还好 不太忙 不太忙 那为什么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 发个短信也不可以 您是想问我考虑的 对 自打黎光上次表白之后 二人就再没联系过 今天借着公务之变 总算让男人堵到了女孩 沐家想了很久之后 告知对方还是算了 黎光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 瓜田里下 公司不分 工作不好展开 就这个原因 那我现在很正宗地告诉你 我这个人呢 是公司分得特别庆祝的人 这点你不用担心 其实也还有别的 这时没眼力的电话忽然响起 女孩急忙走到一旁接听 原来是之前她看房的 售楼中心业务员 对方告知沐家要尽快选房 因为已经所剩的房源不多 男人强硬的态度让沐家一事不知所措 看出女孩为难黎光直接起身 可二人刚走出办公室 副总老方就来告知下午有个例会 不过黎光的神情却是满不在乎 老方赶紧拾去地离开 沐家现在还没答应自己 黎光知道要给女孩避嫌 二人分别从两个电梯独自下楼 沐家一直想在北京有个家 有个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这次从老家归来 母亲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她 加上这两年上班所不 女孩想买个喜欢的地点 业务员看到二人盯着楼盘建模 急忙上前介绍起自家的房源 告知目前只剩下一号和三号楼 其他的动数已经全部受光 劝解女孩如果喜欢就要抓紧时间 而一旁黎光却在比划着 楼与楼之间的艰巨 男人不希望沐家买采光不好的房子 可业务员在介绍时说的话 让黎光不好意思地出言打断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这位先生也是来买我们的房子吗 我被朋友来看 那我就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了 不好意思啊 那恕我直言啊 刚刚你说的这1.5的容积率呢 只有花园洋房才能打的 你们这个楼房 不可能 这样啊 那我找其他同事接待您一下 您稍等 在建筑大佬面前说的如此专业 业务员被黎光对的扫兴离开 沐家感叹寿楼小姐的言语 简直比复兴男人还不靠谱 没想到黎光竟夸赞他总结的到位 房子自然是没有买成 男人准备带女孩去找朋友吃饭 可这时老方又不适宜地打来电话 询问自家老板去了哪里 公司众人都在等他开会 黎光气得就要炸开 自己以前怎么没有看出老方这么烦 糊弄属下他在住建局办事 会议也改成明天进行 女孩瞥了眼面前的男人 感觉对方完全就是一个坏蛋 别用这种看坏人一样的眼神看我行吗 这咱俩有没发生人 又没有一夜情 我跟你谈感情 你给我谈一夜情 黎光带沐家到自己的私人会所吃饭 偏偏默大海这时一直打来电话 无厌其烦的男人只好接听 由于看到他到纽约融资成功 默大海害怕黎光把自己踢出去 只好低声下气地求得原谅 告知愿意出售黎明大厦5%的股份 还愿意承担之前偷工减料的责任 听到这个消息让黎光兴奋不已 这样一来他将是黎明大厦的最大股东 男人赶紧告诉属下老方 让他们准备工地开工 随后把几个好友叫到会所 与大家一起分享着心中的喜悦 而一旁的沐家早已入迷 都说成功的男人吸引女人 看着大谈理想的黎光 他竟不自知地也开心起来 最后更是与大家一起把酒言欢 沐家摸着疼痛无比的脑袋 慢慢地回忆起来 原来昨晚喝多 他竟跟着黎光来到了对方家中 在晃晃歪歪地欣赏了男人客厅后 便一头倒在了沙发之上 羞愤的沐家急忙爬下床 害怕把熟睡的黎光吵醒 偷偷拿起四散八落的衣物 接着他把卫生间里的水龙头打开 然后亲手亲脚来到玄关 再仔细整理了一下着装后 又看了看还在睡的男人 这才慢慢地开门离开 没过多久男人被声音吵醒 浑身僵硬地从床上坐起 抬头看了看卫生间的方向 猜到一定是沐家在里面 很长期睡不着觉的 失眠症患者 休闲吧 男人捂着酸疼的脖子 他的尿意实在是忍不住了 敲了敲厕所的大门 告知自己要进去了 发现女孩不在中厅 以为是在最里面的淋浴洗澡 黎光又绅士地出声提醒 可都没有一丝反应 他别过头把门拉开 慢慢地回首一看 喂 李沐家你站那儿 我上班呢 走都不知道打了招呼 你不是睡觉了吗 你才让我没发生人 又没有业情 我跟你谈感情 你跟我谈业情 李总好 李总 他与喜欢的女孩共度一晚 对方却不告而扁 男人气愤地抬腿便踢 没想到把自己的脚趾干骨折 李总 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那个 我接到法院的二次开庭通知了 然后 莫总已经统一让步了 我想问一下我们还要继续吗 你说呢 您是当事人 我得听您的 你听我的话 咱们就见个面 晚上一起吃饭 我让司机一起接你 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沐家只好慢慢地挂掉电话 刚刚得意完的黎光 还期待着晚上见面 助手这时走来告知 海外项目投资款到位 需要他去参加电机仪式 男人兴奋地挥舞拳头 询问对方哪天举行 今天晚上就走 票已经掉了 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 算了 坐在办公室里的沐家 直直盯着电脑屏幕 同事们都已经下班回家 可他还是不想离开 因为女孩在担心一会 要如何面对黎光 心里十分纠结的沐家 最终还是拿出手机 准备告知对方加班不能赴约 忽然他的手机传来短信 原来是黎光树说临时有事 今晚的见面改成责任 得到这个消息 女孩松了一口气 十几天后男人回到国内 脚下的护具也终于可以摘下 这些天已经快要把他憋疯 赶紧穿上备好的平板鞋 从老方手中拿过车钥匙 马不停蹄地赶到金达律所楼下 想要立刻见到 那个心心念念的女孩 穆佳 李穆佳 李总 上车 男人询问为何不接电话 穆佳这才知道 对方联系了自己 拿出包中手机 一看原来是静音状态 急忙跟黎光道歉 对不起啊 我堂虎了 没事我不生气 我很生气 为什么呀 因为我没主动投怀送包 男人狠狠瞪向身旁的女孩 自己的意思明明不是这个 可他也没有去解释 因为男人还是生气穆佳拒绝自己 甚至是躲着自己 很快离光把女孩送到一处饭店 告知会在外面等他 穆佳却又拒绝了男人 原来今天女孩是代替剑秋来参加一个聚会 除了一个企业老总之外 剩下的全是金达律师 看到迟到的穆佳终于来了 立刻便让女孩自罚三杯 然而酒量不行的他哪能顶得住 喝完之后赶紧跑向了卫生间 在外等着的黎光闲着无聊 想要走进饭店参观一下 却忽然看到匆忙跑开的穆佳 王总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失态 这一杯我敬您 给您赔个不是 叫什么 穆佳 第三杯罚的酒还没有 那你怎么能敬我酒呢 所以现在 你得把这杯酒喝了才行 看到穆佳把酒喝下 不管是刁难的企业老总 还是同为金达律师的同事 全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然而这个男人更是得寸进尺 开始给女孩讲起了酒桌文化 还告知穆佳不是什么人都能跟自己喝酒 在外一直听着的黎光顿时怒了 方总 哎呦 李总 李总 那谁敬你酒你喝 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你随意啊 我也不知谁敬我酒不得好 你一大男人 这个桌上欺负小女生 还没疯 没有啊 李总 穆佳代替老板建秋参加聚会 却被律所要拉拢的王总刁难 没想到黎光闯入饭局之后 对方如同老鼠见到了猫 吓得畏首畏尾还一点脾气没有 黎光牵着穆佳的手腕向外走去 女孩忽然叫住了男人 告知这是律所组织的局 自己不能让同事下不了台 他以后还需要再惊打混 可黎光无所谓的述说只是一份工作 对您来说这是一份工作 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事业 你的事业 就是参加这种酒局 我能应付得了 回去的路上穆佳想和对方谈谈 男人当然希望如此 女孩觉得他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黎光惊恶地回头看了看 随即解释今天来找穆佳 就是想弄清楚那天二人醉酒之后 为什么突然地不辞而别 穆佳无奈地表示自己需要上班 男人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 就算你上班你也不要装作 咱们两个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本来就没发生 穆佳里穆佳 你不要在这给我似是而非地说这些理由 行吗 咱们两个别这么拧着 你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 我想要一个家 你能给我吗 黎光被女孩的话问住 男人从没想过那么长年 他只知道现在的自己很喜欢穆佳 想和眼前的女孩立刻在一起 看出了黎光的犹豫 穆佳告知二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所以不应该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黎光觉得过程很重要 这句话女孩没有反对 可自己没有资格要 因为自己谈恋爱就是为了要结婚 努力工作也是要搞好事业 女孩的态度让男人陷入沉默 车子慢慢靠在路边 穆佳直接打开车门离开 男人也急忙下车 想要叫住女孩再和自己谈谈 可穆佳头也没回地走上了一辆出租车 黎光默默地站在原地 眼睛一直盯着女孩离去的方向 纠结和懊恼充斥了全身 气自己为什么不直接答应穆佳 第二天女孩忐忑地来到律所 她害怕男人昨天冲动的行为 会得罪一起吃饭的同事 穆佳 穆佳 昨天多有得罪啊 昨天 昨天什么事啊 我都忘了 忘了好 忘了好啊 我从美丽区带回来的巧克力 你们女孩子喜欢的 一会儿我让小芳芳送过来 而更让女孩没想到的是 从前对自己爱达不离的组员们 忽然间都开始友好起来 不仅对她嘘寒问暖 还善意地和穆佳开着玩笑 我从时间放弃 试着忘记 喂 穆佳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可不可以有过程 可不可以有过程 可以 你无人可及 无人可听 我眼里都是你 莫大还以为服软 二人的合作就会顺利进行 没想到女孩在法庭上 直接把莫大见识违规的问题 全部扣使 导致被判赔付黎明集团500万 只因黎光想让女友的第一个案子 能够完美胜利 抠劳一下你 第二天沐家与胖鸭还有表妹聚餐 酒足饭饱之后 年轻的表妹先行离开 胖鸭知道闺蜜已经谈上恋爱 想要看看爸总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正当女孩考虑如何回答之事 你不是来了吗 我要重色轻友一下 上车 李光带着女孩来到一处公园 看着周围粉色的彩灯 沐家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 而湖中的一条小船 更是让女孩心花怒放 询问男人到底有着什么目的 李光告知自己也想变一次魔术 却遭到女孩满脸的鄙视 你瞧不起谁啊 男人慢慢给对方戴上项链 这是他送给沐家的第一件礼物 也代表着二人的定情之物 仔细扣好扭扣之后 李光感叹与女孩很是般配 沐家抬头看向男人 女孩没有想过会与对方在一起 也不敢去幻想这个事情 可现在李光却站在自己面前 成为了自己的男友 二人深情地抱住对方 早上二人被一阵手机铃声吵起 原来是闺蜜胖鸭打开 询问女孩昨天到底去没去售楼中心 迷糊的沐家早把买房的事情忘掉 胖鸭一听直言要糟 无奈地把手机放在了收音机前 原来从2011年开始 北京市出台楼市调控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无法提供有效赞助证和五年以上社保后 将没有权利在北京购买房产 听到这个消息 沐家有些颓废地挂掉电话 男人看到女友的状态 询问到底发生何事 女孩告知自己没有了购房资格 就这事 有得就有事 我呢旁敲侧击的啊 跟老驴聊过 以我的判断来看 老雷对你应该是真心的 我也去 剑秋告知就是要有这种无比的自信 他们当律师的才能勇往之前 碰巧刚刚接到了一个不错的案子 希望沐家可以跟他一起去办 女孩听到有案子 感兴趣的询问是什么类型 豪门阔泰 被扫地出门 二人来到咖啡厅约见客户 对方给他们讲述着自己的婚姻 从风光无量的结婚 到索然无味的生活 丈夫开始夜不归宿 自己慢慢疾病缠身 听到对方的话 刚刚和黎光在一起的沐家 浑身都感觉到了难受 这让女孩联想到她自己 急忙打断还在自言自语的客户 想让女人说些有用的具体信息 客户这才进入主题 恕说丈夫不知何时应酬多了起来 从回家晚到逐渐地不再回家 慢慢女人发现对方出轨 而且还是和不同的人 你都忍了 我不仅忍了 我还帮她准备了避孕措施 那你有证据吗 没有 她公司经营情况你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 她只说公司负债离 就给我一百万 不离 年生活费都要断掉 男人可真是翻脸无情 当你追我的时候 咱们不提到娘了 咱们就说现在 女孩想要知道 他们的共同财产有多少 客户告知就有一套别墅 目前是二人正在居住 不过是有贷款的 沐家又询问现金理财股票股权这些 然而女人却完全不知 家中的钱财一项都是丈夫在管 每个月会给三万块的家用 可女人清楚自己大手大脚 根本一分都存不下来 那 那律师费没问题吧 我会想办法的 坚持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就算我们是朋友 那也得公归公私归私 亲爱的 我是靠我的专业之班 所以我不用熬出福克费 为了帮客户调查他们资产 沐家跟着对方来到丈夫的工厂 女人不懂她一上午为何只盯着爆料 女孩询问眼前的东西是从哪弄的 客户述说和丈夫的公司财务有点交情 所以偷偷要到了这份爆料 没想到沐家直接告知是假的 我们从九点钟坐在这儿到现在十二点 三个小时 从这个门口来来回回了酒量 再重量是二十吨的货车 按照现在A00履财的价格是一万五一吨 这一个上午就已经出去了两百七十万的货 这份财务报表上显示亨嘎亏损 全年营业额不到五百万 你觉得扯 听到这个女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才知道自家男人如此卑鄙 为了踹开他这个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 竟然说公司就要倒闭破产 沐家忽然看到后面的资料 一张照片让女孩瞬间有些不自然 在得到客户确认是对方老公之后 沐家想起了当初在饭店的场景 那个与自己大刀阔斧吹天吹地的企业老总 不正是照片中的人物吗 而就在这时 这个逼妻子离婚的王总 却找到了要回律所的吴建秋 李光啊 家大业大 今天你明天他 一定要你们那个小助理 趁着现在还受宠 往皆善缘 你放心啊 我王东亮一定不会亏待他 沐家是我的人 李总是我的财神爷 以你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多少有点上不了台面 我们家沐家应该不会想跟你做朋友的 这个男人是我见过最强的野心家 在与对手公司僵持之时 通过和海外的资本运作 以空手套白狼般扭转局势 使得所有股东佩服的五体投递 自从发现李光的能力之后 投资商们便不像之前躲温神一样躲着男人 反而要再给黎明集团追加投资 投多少啊 听到这个消息 就算李光经历过大风大浪 也忍不住内心的躁动 急忙打给还在上班的沐家 希望能和女友吃个晚饭 述说一下自己的开心事 可沐家刚接了离婚案件 根本就没时间去陪男友 不曾想第二天沐家来工地复查开工 就被李光堵个正着 以甲方的身份命令女孩 晚上二人来到饭店 沐家吐槽男友假公济私 李光却不以为意 只要能和对方在一起 随便女孩怎么说都行 男人询问案子处理的如何 他告知为了离婚 内的案子的男方非说公司亏损 还造假财务报表 行为简直恶劣到极致 李光觉得分手能够看出人品 在婚姻内对自己老婆不好 或者离婚后对前妻耍手段 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合作 女孩赞叹对方的三观狠正 没想到这个男人忽然做出保证 如果二人以后离婚 自己资金方面肯定不会财务造假 你也造不了 你只会做婚前财产公正 你啊 谈个恋爱都这么清醒 真是怕了 放心 一分钱便宜我都劳不到 为什么呀 因为钱我能自己挣啊 我就是想有一分钱 晚饭之后黎光给沐家送到小区门口 男人把脸往前凑去 沐家给了一个爱的吻脸 可这哪能让他满足 直接抱住女孩的脖子 沐家刚到家门口 田荣竟站在一旁 出声喊住正在开门的女孩 胖鸭希望闺蜜跟黎光替自己 借七十万 二人坐在家中的客厅里 沐家严肃地告知借钱是不可能的 田荣竖说老房子卖了就还 他新房首付约定期限 只有不到三天时间 希望女孩能够帮帮自己 我跟黎光之间谈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谈钱 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跟他说 我说钱我可以自己挣 你的钱我不在乎 我知道 我不是要 我是借 我可以付利息的 那七十万对他来说不就就没有忙吗 你能不能借我七十万 七十万 来吧 卡号 发我 沐家被剑秋的爽快弄傻 他以为对方会拒绝 没想到竟直接要起自己卡号 原来昨晚闺蜜田荣突然来找 因为新房的首付不够 而且约定交钱的日期就要到了 胖鸭知道沐家没有 祈求对方向黎光先借七十万应急 可遭到了女孩的拒绝 因为他觉得二人就是纯粹的男女关系 如果掺杂了钱财 那性质就变了味道 但是心急如焚的胖鸭完全听不进去 我跟黎光 我跟他从甲方乙方变成男女朋友 只要不谈钱 我们之间就是平等的 如果今天欠扯到钱 我们从男女朋友 分分钟就可以变成到甲方女房 他让我来我就得来 他让我走我就得走 我还不能说故 行行行 我懂了 田荣打断女孩的解释 明白黎光喜欢阳光努力的沐家 忽然胖鸭提出一个建议 这套房子算女孩够买 等到你买了我就过给你 你不喜欢就再卖掉 赚投也算你的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这套房子至少能找一百万 你每天钱进去每天买房 你买房买得全球极恶了是吧 穆家觉得闺蜜变得不可理喻 田荣追上走开的女孩 告知当年小丁瞒着炒股 也是为了赚钱 二人分手其实也是因为这个 女孩希望她不要再提前男友 胖鸭转头又想起了范华鹏 述说就是因为没钱 对方才选择离开 如果自己是个富二代 就算天天躺在家里 那个男人都会觉得他淡薄名利 穆家抓住田荣的手臂 想让闺蜜镇定下来 可对方却越说越激动 女孩只好一把抱住胖鸭 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田荣感觉到安全感 可没过一会就被推开 胖鸭叔说不要管他要买什么 就希望穆家帮自己 借到这七十万 行不行 你还要我怎么帮你啊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 我都给你了 你还要我怎么帮你啊 我知道你喜欢黄子 我也知道你以为黄子 你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但是我必须要受过 不赞赌你努力的方向 田荣直直看着他最好的朋友 以前觉得他们都在 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然而今天却让胖鸭发现 二人的观点是那么的不同 使劲正开穆家的手掌 说书让自己都会后悔的话 你工资月光 是好的 用好的 住好的 你跟那黎光在一起 你口口声声说不涂他钱 那你涂他什么 算计就比你大一路还管弯吗 你现在眼睛里面 出了全顿房子 你还能干得干什么 穆家的话让田荣瞬间清醒 可他现在所走的路 已经让自己无法后退 房子就是胖鸭最后的倔强 没有房子他就没有活着的勇气 第二天穆家找到吴建秋 这就有了开头一幕的画面 女人没有任何犹豫地直接转账 拿到钱后穆家赶紧打给田荣 告诉对方已经帮他凑起 却遭到了胖鸭的拒绝 因为他也借到了需要的钱书 我知道你是带走我的做法 但我就是喜欢房子 房子就是我的命 你家 当我偷 不想我的梦 都是你给我出的馊主意 为了赚点律师费 先教唆我离婚 再怂恿我不要 离去搜集什么证据 现在好了 老王那生活费都不给我了 你让我们跟儿子喝戏北方去吧 你是来帮我还是来害我的 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 穆家看出客户的激动 希望对方冷静下来慢慢谈 可没了粮食补给的女人哪能冷静 他觉得眼前的律师很不专业 扬言要找律所领导投诉 但发现吴建秋根本就不在办公室里 那我还没出说理了是吧 有 你要投诉我是吧 投诉我去律协 我可以带你去 律师协会 走啊 你把钥匙给我吧 你不认识地方 然而当上了车 客户发现并没有开网绿鞋 这时穆家才告知 他们要去对方冲过职的健身房美容院 还有其他的娱乐场所 女人不懂她到底什么意思 原来穆家是要把客户办理的卡都退掉 这样女人暂时就能够生活下去 我只需要你把跟我号的镜头拿出来 跟我一起去解决问题 律师是帮你解决问题 不是帮你排解情绪的 你不用跟我哭 不用跟我闹 我只需要你跟我一起面对问题 二人依次来到各个场所 但女人办的卡哪能那么容易退掉 不管她如何哭闹都无济于事 可当穆家亮出律师身份 经营者们为了少惹麻烦 最终都无奈地把钱归还 就在二人忙碌之时 李光的办公室里却坐着吴建秋 还有穆家客户的丈夫王东亮 男人坐在主位询问可不可以不离婚 不行 为什么 怀孕了 双胞胎 再做 你说 这该怎么办 李光狠狠瞪向这个让自己厌烦的人 但是他又拿王东亮无可奈何 最终男人还是寻求吴建秋的意见 女人告知一是要尽快离婚 第二要安抚好离婚的妻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王东亮公司第一轮融资的消息不能外泄 知道了解决办法 王东亮决定立刻回家找妻子商谈 李光气愤的猛拍桌面 怒骂离开的王总不是玩意 随即他向建秋解释 这件事情责任在自己 当初投资王东亮公司的时候 忽略了对方的个人问题 男人知道自己的女友很聪明 如果被穆家查到 一定会给王东亮的妻子出头 到时股份就会被冻结 王东亮的亨踏公司就会错过上市 建秋明白这是棘手 提议在离婚的问题上 让王东亮多赔钱速战速决 李总呢 收购了一个园林公司 要尽快做禁调 所以我打算派你多久 那金磊呢 他比我有经验啊 李光点名要你做的 好的 并购项目呢 头绪比较多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尽快了结这个离婚案 王东亮呢 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我同意你 多问他要点钱 嗯 一定 他摆着自以为超帅的姿势 等着下班的女友发现自己 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走了 嘿嘿嘿嘿嘿 我给你摆了一个这么夸张的姿势 你没看到 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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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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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家与李光来到外省谈判收购 可当女孩看着资料之时 有一个地方让她产生疑惑 这个老板的婚姻栏是空的 女孩立即想起自己之前的离婚案 里面就是牵扯到了融资风险问题 李光当然知道穆家说的是谁 因为他就是那个案子幕后的操作人 这时女孩提醒男人 需要调查一下被收购企业创始人的婚姻状况 打个比方啊 如果说创始人在离婚的时候 给了妻子一份虚假报表 但事实上 这家公司发展前景非常好 妻子一旦知晓 会不会申诉 会不会申请冻结股权 会不会影响你们下一步投资计划 尽快离婚 一定要安抚好林小月 第一轮融资成功的消息 一点都不能落不去 李光不想再次犯错 立即拿出手机打给助手 没过多久老方便找到二人 经过调查 得知创始人半年前和妻子已经离婚 离婚后前妻去了外国陪孩子读书 与国内亲戚的联系比较少 所以具体的线索没有太多 不过经过老方多方的打听 二人是和平分手 还通过微博发送过祝福对方的话 可穆家还是觉得有些蹊跷 时间太短太过巧合 李光也有点坐不住了 眼看明天就要签约 经过穆家的考量 他认为应该把消息透露给创始人前妻 看看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 老方立刻出言制止 因为他们是有保密协议的 传闻传闻不算是透明 前妻电话有 有 你给我 我来打 我不是尽量消毒车 拿到对方电话之后 穆家立刻打了过去 很快电话便被接通 女孩述说她是一名记者 告知自己听说 对方前妇公司将获得一笔投资 额度高达五千万 想要采访一下创始人夫妇 当听到这个数额 远在海外的前妻脸色顿时变了 您不知道吗 不是说融资很难 风险很大吗 您先别着急 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有 投资人们又不少 他们肯定是看好了 紫薇园林的前景 做完了权命计较之后 才会做得觉得 对不起 我现在有点忙 先挂了 穆家现在可以肯定有着问题 老方拿出手机 准备打给创始人 而女孩同时又向前妻打了过去 在黎光紧张的等待中 结果二人通通战写 男人知道被女友猜中了 有了王东亮的前车之鉴 黎光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 穆家也给男友分析 应该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创始人 对公司的未来很不自信 所以在融资之前 先把妻子孩子摘出去 第二种就是对方太自信了 以为肯定能赚大钱 所以就骗妻子离婚 自己好改其一指 还很确定地告知 黎光第二种可能性很大 把明天的签约取消等 明天一早我们飞飞北京 好 男人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对自己枕边人社区 不凡事 李穆家 今天立大功了 叫我来交对了吧 是是是 赶快回北京 去跟剑球去邀功试 走了 那我来去啊 再去个地点 沐家终于发现黎光的秘密 怪不得之前客户最后突然服软 轻易地和前夫离了婚 原来都是男友在背后操作 黎光想让女孩听听自己的解释 可沐家根本就不理会 男人一把拉住对方的手臂 告知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情况也没严重到利用这个程度 可沐家不懂如果不严重 为什么要瞒着自己 明明知道王东亮的底细 却偏偏装作一无所知 听到这些沐家没有回应 转身向着家里走去 二人坐在客厅之中 女孩慢慢理顺所有事情 她知道基金要投资黎明集团 男友在与投资方谈判的过程中 一边让财务测算回报 一边做着整个布局 前者为名 后者为安 为了防止投资方看出目的 来提出苛刻要求 也为了防止被投方看出野心 最后坐地起家 所以黎光便用海外的公司去操作 所以 我在代理亨达法人离婚案的时候 关联检索与无关的人 男人述说瞒着女孩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他们跟亨达签了保密协议 第二就是沐家对王东亮的前妻 也有保密意义 自己总不能挑灭 女友要对付的人 就是他的下属王东亮 但是你已经察觉到了漏洞 所以王东亮才会一反常态地去安慰林小月 这里面有你的功劳 有的 有的 但可能现在我说出来你不太相信 我见不得王东亮他欺负女人 我确实不信 这里面有你们三千万的投资 哎 黎光觉得这么好的夜晚 他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吵架上 而且还是为了别人的家务事 沐家大声述说因为自己爱他 所以要知道所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是上纲上线 对了 我就是上纲上线 那有必要这样吗 男人想再解释一遍 当初决定投资亨榻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王东亮在闹离婚 整个投资是由海外部首席官决定的 目前对方已经辞职 而且黎光发誓 在知道这件事后 已经向王东亮施压过 一方面是出于对投资回报率的担忧 另一方面自己也同情沐家的当事人 男人觉得女友不是第一天当律师 事实复杂人心复杂 这个案子也很复杂 黎光当初不让沐家参与 就是怕去蹚这趟浑水 可是我已经蹚了 我必须告诉林小月 王东亮在跟他离婚之前 已经完成了三千万人民币的A论融资 他有这个知情权 但就为了这个知情权 林小月有可能向银行要求 冻结股份 他有这个权利 结果你考虑过吗 亨达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机 王东亮破产 我们所有的投资打嘴票 就连林小月他都拿不到生活费 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会告诉他所有的后果 我会让当事人自己做全国 我也是你的当事人 如果你不是黎光的女朋友 你只是金达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 你会找黎光吵架吗 你跟黎光吵完了架 你觉得金达会留你吗 沐家要打王东亮融资的事情 告诉自己的当事人林小月 却遭到了剑秋的痛斥 你还忽然想起剑秋之前给的建议 这才明白原来对方一直知晓 女人爽快地承认 所以您让我尽快了解林小月的案子 就是为了帮黎光堵住漏洞 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是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是您教我的 我也教过你吧 做任何决定之前 一定要三思 你这么一说 林小月到时候一闹 最后落到个满盘结束 你确定满盘结束这个结果 是两个当事人都想要的吗 沐家觉得林小月闹不闹是对方的问题 而自己的职责 就是让当事人知道实情 此刻的剑秋脑袋都被气炸 不知何时徒弟竞变得如此固执 女人猜测在找自己之前 沐家一定是与黎光吵过 你还没有否认 如果你不是黎光的女朋友 你只是金达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 你会找黎光吵架吗 你跟黎光吵完了架 你觉得金达会留你吗 你回答我 我知道黎光很喜欢你 但是你要明白 像黎光这样 他可以笑着跟你讲道理 翻脸就可以跟你递一句 黎光是我上帝 黎光肯定不是你上帝 但剑秋想让沐家知道 黎光现在是金达律所的上帝 是整个团队的上帝 看着发呆的女孩 吴剑秋明白对方是进入了一个误区 女人质问沐家凭什么觉得当事人林小月 就不知道王东亮融资的事情 又凭什么以为自己比林小月聪明 还提醒女孩 难道当事人真的不知道呢 沐家被吴剑秋的话问主 他没想过这个问题 也从没往这方面考虑过 剑秋以前总让沐家公私分明 但是自从他选择跟着黎光 就要明白做决定之前要慎重思考 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那个男人 更是在保护沐家自己 说完这些剑秋让他出去想想 女人真的希望徒弟不要那么讲 可吴剑秋没有想到 沐家还是去找了林小月 并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知了对方 其实 王东亮融资这件事 你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 林小月述说二人闹离婚之时 王东亮性格大变得突然要多给一百万 来让自己赶紧签字 他就猜出了有问题 所以就去找了之前给假报表的派借 在软磨硬炮之下终于得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会计让林小月一定保密 他就没告诉沐家 女孩眼神发呆地往家走着 虽然心里的大事终于落地 可对方就像剑秋所说 真的知道融资的事情 此刻的沐家开始有些后悔 以我对沐家的了解 这个事儿他一定已经靠着林小月 那你早就怎么办 昨天投资部连业开会了 决定公子里哄男的投资 投进去那三千万 成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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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谨慎重资 王东亮被黎光停止融资 他觉得是前妻与沐家说了什么 最终才会导致公司无法上市 无处发现怒火的王东亮找到林小月 对着前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时得到消息的黎光和沐家感到 男人一把推开还在撒火的王东亮 质问对方到底在做什么 沐家也把遍体鳞伤的林小月扶起 是个男人吧 是吗 我们停止对亨达的投资 不是因为任何人 是因为两点 第一 低比投资的回报率没有达到预期 第二 我们对你的人品有知 何小月 是你前妻吧 是你孩子的妈妈 对了你那点利益 你背着他做假账 真是大打出手 你让投资怎么信任你啊 黎光觉得更可笑的是 自己前脚刚刚拒绝了对方 王东亮后脚就来找林小月算账 男人觉得停止投资 是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发疯的王东亮急忙举手道歉 表示刚才有些冲动 还需与尾蛇般诉说和前妻是有感情的 更是想要再次接近林小月 却被黎光一把推开 正在众人对账之时 老方和民警一同赶到 黎光急忙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 知道这里不再需要他们 让助理带着林小月去医院看病 自己则领着穆佳回家 而走出王东亮的别墅后 男人却拦住了女孩的脚步 解释当初曾想过让王东亮解决问题 因为这样不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可是因为穆佳的坚持 让他没有办法才给对方施压 导致王东亮的弱点暴露无遗 没错 这种人 所以换个角度想 是因为你的经验 我谢谢你 把我的固质包上城市的情势 你一直都这么宽容 不是 我下来都比较严格 但有个人是宽容 那就是 听到这个回答 穆佳内心的悸动再也忍受不住 一把抱住这个宽容的男人 他知道自己给对方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也清楚让对方损失了多少 女孩不知道要如何道歉 可黎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让他放下了所有矜持和逃避 第二天休息 二人来到商场逛街约会 没想到女孩却把黎光带到了游戏厅 男人自知年龄过大不再适合这些 劝说穆佳自己去玩 却被女孩告知今天要听她的 她玩什么黎光就要玩什么 宠妻狂魔的男人无法抗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回合了 听到女孩的话 黎光直接愣住 穆家轻声地述说 自己喜欢做饭 特别是红烧排骨做得不错 每次出差回来 她都希望早点地回家 因为家里有着心爱的人 冰箱里她喜欢放着满满的吃食 房子里有着温暖的阳光最好 男人想要打断女孩的话 却被穆家拒绝 她告知黎光自己已经想好 他们可以签婚前财产协议 对方所有的资产 包括股票房产现金 她都不要 更是可以放弃做遗产的继承人 女孩想让黎光知道 自己就是要和对方合法地走下去 有多远就走多远 男人有些无奈地站起身 在桌前不断地徘徊 穆家有些害怕 害怕心爱的人拒绝自己 紧张注视着黎光的一举一动 年轻人 做什么都要快人一步 就连求婚这种事都要讲 穆家的眼皮跳动 他不懂黎光说的什么意思 只见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 原来黎光早就准备好了 离光慢慢给女孩戴上戒指 在穆家开心地看着自己时 男人搂住了她的脸颊 然后深情地吻了上去 虽然他们二人的感情已经稳定 可黎光却遭到了公司董事们的质疑 这次终止亨他的投资 让三千万款项打了水漂 男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不顾大家利益 黎光却觉得就应该这么做 才会让别人知道黎明集团的实力 黎总 那话可不是这么说 黎总 别生气 我开个玩笑 黎光承认这次投资的错误 并且决定由自己买单 告知集团需要关注更有发展的小型企业 更是要关注这些创始人的人品 王东亮的亨踏旅业就是拖后腿的 他们必须要挥类斩马素 男人还提醒莫大海 目光不要只放在三千万的资金上 放在那三百亿 放在黎明即将构筑的那些万千楼宇之上 接下来我们会大规模的拿地 大规模的宣传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线的房地产龙头企业 这个男人到底多有破例 自家集团项目停工 造成签约商户无法如期入户营业 他来澳门找到最大的承包商 想以减租方式抵扣违约金 对方却提出既然来到这里 不如大家玩牌赌一把 如果黎光赢了自家违约金就免了 可没想到男人却想来把大的 赌违约金对我来说没有足够的信任 那你想赌什么 赌所有签约商户的违约金 上桌 对于从来不赌的黎光来说 他的命运早已注定 不出所料输了赌局 至此男人也没有了回旋余地 只能付出高额违约金 给黎光打了一晚上电话的沐家 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这时手机突然响起 女孩不懂对方为何一直不接电话 男人述说多喝了几杯 就躺在包房里睡了过去 听出黎光的语气有些低沉 关心地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人急忙解释太过劳累导致 忽然提出想听女孩唱歌 告知自己太过想念对方的声音 听到爱人的情话 穆家述说他也想念黎光 接着便满足了男友的期待 手机里传来的歌声 让内心烦躁无比的男人终于舒缓下来 在二人挂了电话之后 穆家这才感觉到了不对 记得黎光上一次听自己唱歌 是因为碰到了集团撤资心态崩塌的时刻 而现在对方又提出想听 女孩觉得男友肯定碰到了难题 穆家急忙从沙发上坐起 穿好衣服拿起背包 就向着机场赶去 夜晚的时光是那么的漫长 不知道过去了几个小时 男人出现在女孩家的门前 但是没有按响门铃 黎光害怕穆家早已休息 拿出手机给女友发出信息 询问对方睡没睡着 然而消息发出了许久都没得到回应 忽然手机响起 黎光不好意思地询问 是不是吵醒了女孩 穆家却问她在哪里 得到的结果竟是在自家门口 女孩尴尬地述说自己刚到深圳 二人都被对方的举动惊叨 原来他们都想见到彼此 想给爱人一个惊喜 结果却闹成了一个乌龙 穆家让黎光在家里等着自己 他马上就坐飞机回往北京 女孩陪着男友来看收购项目 却发现老板竟是妹夫的同学 穆家与对方相谈甚欢 可一旁的黎光却不是滋味 建秋无奈地摇头 徒弟又提出公平二字 随即他告知穆家如果不退出项目 那黎明集团将放弃收购 这样的话对袁林芳来说更不公平 听到此话让女孩不解 不懂为什么非要自己 推出这么好的案子 吴建秋不想说明原因 没想到穆家要去找黎光问问 直到这时女孩才一下明白 原来是男友发了话 建秋解释工作上黎光是假方 男人说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 人家随便签个字 今年的绩效就能圆满达成 如果对方不高兴换了绿索 整个团队都要喝戏北风 私下里女人与黎光认识的时间不短 可这些年从没见过男人为了感情 如此丧失理智和胡作非为 吴建秋觉得黎光对穆家的爱 已经到了无条件的宠意和包容 但女人还是提醒他 在这个时刻需要更加注意 因为一定要知道他们二人的察觉 建秋希望女孩的表达方式不要太过直接 变成别的样子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沐家知道女人是为自己着想 真诚地谢谢对方 为什么要让我退出沐城 不说 不说我就打死 你忍心 我也忍心 令娜呢 看你那眼神不对 你跟她说话我就不开心 失错了 失错了 没了 这不是足够吗 够了 第二天男人带着沐家参加晚会 认识的朋友夸赞黎光女友漂亮 她却告诉众人这是自己的未婚妻 听到此话让沐家心脏狂跳 因为这个男人第一次 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走向一旁的酒桌时 黎光忽然告知年底会陪对方一起回家过年 怎么 建家长 上文提亲 以示诚意 那你之前要深度合作一下 你可以怎么理解 晚会结束 黎光带着女孩来到一家餐厅 可大厅中却空无一人 沐家不懂对方要做什么 只见男人拉开一个布帘 上面赫然写着八五八四 原来竟是他的生日 黎光告知这是他们二人的餐厅 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 就是想要给对方一个惊喜 二人站在露天阳台 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 男人述说临近年底自己要去国外看看女儿 三十之前一定会回来陪他 我妈妈显高财烈地去买衣服 订饭店 打扫卫生 天天问我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家所有人都包了红包都在等你 未来姑爷叫手下送来一车年火 来人又把黎光一顿海夸 这可把沐家的母亲高兴够强 原来女儿找到了这么优秀的人 黎母逢人便说自家姑爷厉害 而且还要到无锡来和大家一起过年 为了不让女儿丢面子 特意买了一件红色大衣 结果沐家在给母亲拍照之时 却收到了黎光的短信 对不起 这边临时有事 我赶不回来 看到这条消息 女孩的全身瞬间僵硬 而此时开心的黎母 还要去买点东西装饰一下 沐家盯着离开的二人 不知道要跟母亲如何述说 想起黎光离开前信誓旦旦的保证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大年三十所有亲戚全部到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钱的新姑爷要买 今天真是不巧得很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纽约机场 像大学 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 赶得急的话一定赶过来 他位子都留好了 没问题了 那来吧 我们大家碰一杯 难得一起过年 过年好 过年好 然而直到年夜饭结束 众人也没见到黎光的身影 黎母没有询问女儿为什么 反而安慰一向敏感的沐家 第二天女孩便拿着行李回往北京 知道女儿心情不好 黎母再次提出让沐家回老家生活 却又遭到她的拒绝 直到这时女人才明白 沐家是决定要在北京扎根 从国外回来的黎光来找女孩 却看到对方蹲在地上 原来是门锁坏了 这就有了开头一幕女孩质问男人的场景 她想知道既然答应了 为什么要忽然反悔 黎女孩 这几年还给我提过什么要求 这次她突然让我留下来没得过心 我没法拒绝 听到这话沐家忽然联想到了什么 询问二人的结婚是不是也不喜欢 黎光出现了犹豫 这次的外国之行 她不仅去看了女儿 还遇见基金会的董事 对方得知深圳工地问题黎光损失财重 而集团又开启很多外省项目 资金链非常的紧绷 虽然基金公司没有多余预算 不过董事可以给男人介绍一个投资公司 来获得极缺的融资 但对方却有一个要求 要么不结婚出了问题自己扛 要么结婚与太太一同承担责任 本来这次回国男人想和沐家谈谈 可不知要如何开口 这时开锁的师傅到了 张口就想多要二百块钱劳务费 女孩刚跟千亿富豪分手 以前恭维的同事立刻变了脸 而更过分的是 律所高级律师在跟他确认真的分手之后 竟邀请沐家一起去泡温泉 女孩看着对方的样貌 满是恶心与嫌弃 气愤的想要转身离开 同事却骂他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夏律师有几句话我想跟您说 第一 您总到今天不如一路 第二 不要把自己托人抢脚 第三 不要给自己太太戴绿帽子 吴建秋找到沐家 希望徒弟不要去管那些流言蜚语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女孩想要知道 自己之前在惊达的成绩 是不是都拜离光所赐 女人询问他们有没有真心爱过 沐家慢慢地点头 吴建秋又询问女孩和离光在一起 是否有着目的 这次沐家坚决地摇头否认 建秋告知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二人真心相爱而且心里坦荡 离光只是选择了他觉得对沐家好的方式而已 这些都是没有错的 我不认为像这样的机会随随便便落在谁的头上都能做得比你好 你一定要自信 而且你走到今天 也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 建秋记得自己教过女孩 眼睛要看到该看的地方 耳朵不要听不重要的是 田荣知道闺蜜的心情不好 特意来沐家的住所陪他 可女孩忽然感叹起来 以前离光在的时候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香波波 所有人对他都笑逐言开 然而对方的离去 就像丢失了护身符 一下子就被拍到了深深的谷底 听到这些让田荣十分气愤 告知闺蜜有这样势力的人 金达律所迟早倒闭 随即胖鸭又逗起沐家 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 喝着昂贵的美酒才有条件这么苦 没条件的人都要蹲在马路边苦 我为什么要哭啊 我不哭 我不哭 咱们要把这房子买下来 我帮你找了好几套房子 明天我就带你统统去看一遍 好不好 咱们化悲愤回购买欲 好 然而沐家看房就像逛菜市场 才看了第一套房源 当即就选择付下定金 胖鸭觉得闺蜜与黎光呆得久了 人都已经变质 挥手就是大几百万 女孩不想跟对方解释 但是二人没有想到 签订合同之时 房主突然要加五万房款 田荣急忙打起原厂 述说沐家很有诚意购买 最多就只能添加三万 可房主非常坚决 听到这里女孩当场答应 然后就要立即签字 看到沐家如此的利索 无耻的房主夫妻忽然跑出去商量 打这么爽快 人家肯定又要犹豫了 我跟你说等会儿就咬住五万 别松口了 这样 李小姐 别的不说了 加八万 立刻成交 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要不这样吧 你们付违约金 这房子我不买 我不喜欢和不诚信的人打交道 别不买呀 女孩答应母亲约见相亲对象 没想到对方竟把她 带到了黎光开的餐厅 看到那个属于他们的专属座位 沐家的精神仿佛出现了恍惚 看 被你生日一样 谢谢 不是我生日吗 也是这间餐厅的名字 相亲男生给沐家说着自己的状报 可他看着对方的嘴 仿佛听到了黎光的声音 听到了那个男人的海誓山盟 女孩不可自主地急忙站起 一阵眩晕赶起来 沐家随即便倒在了地上 等女孩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病房之中 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过度疲劳 幸亏并无大碍休息休息就能回家 晚上男人来到餐厅检查试营业状况 经理告知一切都好 蔡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不过今天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有个客人在餐厅中忽然晕倒 领班及时报了救护车 说吧拿起电脑让黎光查看监控视频 沐家正在家中洗漱 电话突然响起 发现竟是黎光打来 看着一直想动的手机 女孩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接听 可接起电话的她没有出声 而对面的男人同样没有说话 二人默契地举动 犹如通过手机来倾听对方的呼吸 沐家还是首先挂断了通话 第二天准备出差的女孩收到一份快感 打开一看是张VAP卡 上飞机前她来到男人的餐厅 告知服务员自己想要退卡 看到这个对方急忙把她请到专属座位 述说自己没有权限处理 需要经理前来才能接待沐家 不行不行再慢了 这张卡呢是李总特批的 这个位置呢也是李总特意为您预留的 我不是来用餐的 我是来去看 您带我转告李总 谢谢 男人被判妻子离婚 可几年过后她还是觉得原配最好 借着来看孩子的理由找到前妻 试探女人的口风想要复婚 但发现剑秋横眉冷对 男人只好又把话头转向儿子 这才得到女人轻声细语的回答 然而她突然告知剑秋一个消息 在和女友娜娜分手之前 说了一些不敢说的事情 对方现在以这个东西来堵自己 女人急忙打住前夫的话 她根本就不想听到乱七八糟的玩意 剑秋感觉一股热流直冲脑门 女人觉得前夫就是有病 斥责对方这种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 怎么可以随便乱说 男人急忙道歉 述说以许娜娜的能力 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自己只是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 说完这些便赶紧起身离开 气炸的女人已经无话可说 对方还不知道这将会给她带来何种打击 剑秋捂着脑门考虑如何解决麻烦 这时电话忽然响起 沐家告知把许娜娜拦在了公司楼下咖啡厅 希望女人赶紧过来看看 背后放狠话没想到让郑主听到 看到女人强大的气势 许娜娜忽然有些发软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述说自己有很多办法 剑秋不想啰嗦 让对方直截了当地挑明 女人随意地回击让许娜娜顿时愣住 外强中单地表示只要深挖 证据自然而然就会有了 这句话让剑秋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连自己老公都挖不走 还想挖大佬们的隐私 她感觉眼前的小妹妹太可爱了 许娜娜不想和吴建秋废话 告知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女人的前夫滚回来当面道歉 否则大家就与死往破 就这次就好 男人的话你也信 三红两红的就觉得自己是情种 天仙配了 准备于死往破 那就破呗 沐家陪着女人来到公园 看着对方惆怅的模样 女孩担心许娜娜会去所里胡闹 剑秋告知一定会去 所以要想好如何应对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需要 借你的小肩膀 让我靠里 前夫离婚后在新女友面前嘚瑟 把建秋之前的案子说给对方 没想到二人分手之后 女友以这个东西上律所闹时 威胁建秋把前夫王威送到自己面前 老板质疑他没有职业操守 居然把这些狗屁倒造的事情泄露出去 面对斥责女人只能道歉 随即向对方保证一定会处理妥的 挂掉电话之后 吴建秋的眼神瞬间冰冷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感受到如此窘迫 随即打开通讯录 找到曾经合作过的包打厅 王威 怎么了 徐娜娜是疯了吧 黑料谁不回茶呀 他徐娜娜 毕业证是假的 英国留学室是假的 抛去卖那些狗屁东西都是假的 你告诉他啊 别惹我惹了我 余不一定死 那网一定破 我弄死他 王威急忙拦住女人 觉得大家这么闹下去不是办法 却被建秋一顿臭骂 要不是因为对方的破事 自己也不会被牵连到这个境地 王威希望不要太刚 他们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 如此针尖对卖忙 导致两败俱伤鱼死网破 对建秋一点好处没有 更是提醒女人还要在北京混下去 以后你还要不要接案件 对不对 你提醒我 我可以不在北京混 也可以不接案件 老娘混到今天 就是为了不受这份气 建秋 换 没过几天 女人忽然找到沐家 告知自己决定不做律师 女孩不懂对方的意思 建秋述说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这几天就会辞职 然后带着孩子去国外生活 沐家有点意外 他觉得以女人的实力 不可能被小人打倒 因为我累 天哪 就是因为我累 这么多年的打拼 让女人早就疲惫不堪 当初为了财富自由 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巨大 长期睡眠不足 iP抗原超标 与丈夫离婚 更是陪伴不了孩子 建秋想要换一种活法 想悠哉的睡到自然醒 然后再享受享受美食 最好再来一场恋爱 沐家有些难受 对方不仅是他职业上的导师 更是生活上的指引者 女人抓住沐家的手掌 安慰女孩不要太过伤心 因为正是她的出现 才会让自己想变成 一个有温度的人 送别之时沐家抱住建秋 心里虽然想了很多很多的话 可最终只有区区一路平安寺的字 女人拍了拍女孩的肩膀 女孩即将荣生律所最年轻的合伙人 却在发表感言之时提出辞职 来 你给我个理由 你是 要结婚了 跟李总啊 没有 我打算去一家创业公司 你创哪门子的业呀 你多大了 你在京南 你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熬到你要升职了 你去个一穷二白的小公司 你脑子是进水了 还让人踢了 沐家知道他们不能理解 可女孩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通过这些年的经历让她知道 不管是结婚还是生殖 全都只是外在因素 无法获得安全感 而提升自身能力 还有不断学习 才会让沐家感觉到踏实 在京南期间 她犯过错误 也受过教训 感谢同事们帮助了不足的自己 我想在我能去试试看的年纪 我想换一条赛 我想去试试 我相信有了京南的力量 我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想没想过 如果失败了 看到无法改变沐家的想法 大老板只好在辞职书上签字 不过男人知道 女孩是个出色的律师 真诚地表示 如果沐家回心转秘 京南的大门永远向她敞开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来到新公司办的第一个业务 就是面对他们的投资人黎光 看着许久不见的沐家 男人觉得对方瘦了 女孩犹如老友一般开着玩笑 告知自己一直都是老样子 李总 我代表莫筹员林向您汇报 目前呢 我们的业务量非常饱满 每周都有新的项目开工 利润率达到了19.8% 现在我们打算增加客服人员 以提高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 这是我们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请您过目 男人看着女孩鸣嘴微笑 没有回应沐家的业务报告 他不懂黎光为何如此 黎光忽然想起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当年的女孩在胡同里奔跑 把手机吊在地上摔坏 而且还把自己误认为饭店经理 第二次也是在一间餐厅 他们因为牧家的工作正再次相见 对方是那么的轻心脱俗 可女孩现在却如此干练地坐在这里 黎光真的有些感叹 牧家觉得当年是茂事 而此刻是不拘小节 这句话男人并不认可 因为牧家永远都是牧家 二人续完旧 黎光认真地告知女孩 她现在待的公司不一定能撑过五年 牧家当然清楚 所以女孩的计划是撑过三年 看到对方的野心没那么大 男人只好无可奈何地笑起 随即希望一起吃个晚饭 可牧家树说还有公事要马上就走 黎光只好点头答应 表示会让公司财务尽快审核一下报告 得到这次见面的结果 女孩拿起包准备离开 忽然又被男人叫住 牧家站住犹豫了两秒 才微笑地转头看向对方 黎光只是曾经的爱人 在许久之后这才让女孩去忙 不能让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 是一场游戏 我希望花开是你 夜楼是你白手不相邻 我不爱你谁爱你 吴律师就是我的偶像 他那个样子就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你快了 他辞职了 带孩子去加拿大了 吴剑秋辞职对女孩的打击很大 以往牧家都是向着对方学习 希望成为剑秋那样的律师 可当那个女人跟自己说很累 想要换个活法的时候 就让她也有了想要改变的思绪 虽然在金达待了多年 而且律所老板要给自己升职 但是女孩不喜欢单位的竞争模式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买过一盆仙人球 你说啊 那么顽强地吃 放在沙漠里面都能活 那怎么放在办公室里就枯萎了呢 我不能活得像个仙人球一样 我也想要出去走一走 晒晒太阳 看看天 吃点好吃的 做点有意思的 三尸而立 我总得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就这样牧家来到了一个新兴公司 与一帮年轻人共同创业 他们的市场是花卉种植和绿化景观设计 牧家承担公司的业务推广 每天都会跟着老板令达一起 去找客户洽谈合作 虽然很累 可女孩觉得过得非常充实 我们马上就要购置我们自己的苗圃 建设绿色的现代化种植基地 咱们想购置啥苗圃 咱哪有钱啊 如果无法完成目标任何消息 这将是最后一笔投资 看你们的 我们第三楼的融资审批通过了 众人欢呼着资金的到位 也开心着他们将要大展拳脚 而刚刚收到黎光短信的牧家明白 这将是公司的存亡之战 不过女孩没有告知正在庆祝的同事们 她不想让这股冲进西面 因为现在的自己也是众人的战友 为了与黎明集团的对赌协议 牧家开始没日没夜的忙碌 不管是在出租车上 还是在吃饭的时候 都会与合伙人令达商谈着公司的规划 闺蜜田荣终于在家把女孩堵住 却看到她捏了巴基地躺在沙发上 活该 谁让你不要跳踏 不当女士 我这么信 你们创业者只会喊口号 什么捉活又捉鳖的 不就是没钱请人 什么事情非得自己干吗 田荣觉得大家是亲姐妹 想让沐家清醒清醒 不要被令达那个小帅哥迷糊 去到对方的创业公司已经是屈尊了 不敢知性闺蜜怎么还要降薪 女孩急忙打断田荣的啰嗦 告知如果没事就让自己好好休息休息 只见胖鸭从包中拿出一个合同 沐家一看封面发现又是买房 够了一个单元 想死啊 这不是奋劲 这是冒劲 这是头脑发热 行一下 你创业我买房 咱们大哥别说二哥 彼此彼此 我不再不赚多少钱 我就是喜欢苗普 就喜欢植物 让这个世界多点绿色 才是我创业的初心 李沐家我遇你懂我 我懂你我特别懂你 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令达一意孤行买了苗普 想为公司未来打造一片圣地 却没料到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 沐家之前再三劝阻令达 希望他考虑一下眼前的状况 可还是没能阻止这个年轻人的热血 现在不仅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 就连以前有一项投资的企业 在得到风声之后 也对他们的公司近而远之 没有办法的令达 只好找到最大投资人黎光 沐家没来 这是我造成的问题 应该我自己来面对解决 没事 坐 令达揣测不安地看着男人 发现对方一直都不说话 他只好打破将军 想让黎光去他们的苗圃参观一下 告知只要男人看了 就会明白自己为何会顶着压力满下 里面所有的职务全是公司精心培育 而且都是奔着长远的目标打算 可黎光却觉得就是令达的固执己见 才会让他们的长远目标被扼杀当下 令达知道男人的事业非常成功 但自己的创业公司与黎明集团有本质区别 小山板怎么比得过万吨巨轮 他们有他们的前进方向和方法 方向 跟我谈方法论的你是第一个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李沐家的话 就算你在山板上不论怎么样的大汗 你觉得万吨巨轮上的人能听得到吗 就算没有李沐家 我会想起一切办法让你听见我的声音 为什么 年轻人 嗓门大 男人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被那种无理取闹的态度逗笑 接着认真的告诉令达 年轻时的自己和对方一样有着憧憬 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 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解决问题靠的永远不是一腔热血 而是沉着冷静 令达作为创业者当然明白 但是他们的小山板如果没有热血 估计连港湾都划不出去 他还是希望黎光能够理解 购买苗圃不仅能满足客户需求 更是可以引导苗农 带领他们种植有市场需求的数种 之前令达还做过测算 四到五年之后 每亩地公司可以挣到三十三万 这种方式是和苗农之间的供应 同时他也知道这点小钱 对黎明集团来说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莫愁园林 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和业绩 所以才会一意不行迈出这一步 你的理由很打断 但是规则就是规则 混得被打破 执行跟得上战略 我觉得没有错 什么是战略 是创始人一拍脑袋 想出来的点子呢 还是各方面根据市场 结合自身做出的研判 制定的方案呢 创业者从来不缺少梦想 更不缺少冲劲 但是冲错了方向 不是找死 令达强调自己的公司还没有死 可黎光告知要看他到什么时候认输 我不会认输 不会吗 不会 那我还不妨就告诉你 贵司的第三个融资 如果没有李木加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到位 你更不可能挥斥方球 去买他的瓶头 你经过我的话 令达忽然好像明白 对方看中的不是他们公司 而是李木加那个女孩 思考了片刻他真诚感谢黎光所做的一切 清楚没有木加也拿不到三轮融资 不过自己与那个女孩既是搭档也是战友 他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而且并肩战斗 也保证公司绝对不会认输 说完这些他起身离开 然而此刻的黎光看着对方的背影 却陷入了沉思 还好吗 还好 你骗我 我没有 莫愁员零练零破产 黎光找木加想要和他谈谈 可女孩还是死鸭子嘴硬 告知男人自己现在经历的事情 就是对方以前经历过的至暗时刻 等他满血复活之后 自己将会又是一条好汉 男人被女孩的话逗笑 觉得木加还是那么的执尿 我还是我 木加担心黎光投资失败 会被集团董事会问责 男人有些惊讶对方还会关心自己 让女孩不用过多担心 他还想知道莫愁员零还有没有机会 这次黎光没有回答 女孩明白了男人微笑的意思 因为上次就已经跟自己说过 第三轮将是最后一次投资 但你在我这儿还有机会 我想邀请你加盟黎明集团 至于莫头远离呢 你不用太担心 我可以把它列为黎明集团的子公司 然后找职业经理人去打理 以免除你的后顾之忧 在黎光的期盼中 木加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题 男人想知道是不是因为令达 女孩述说是因为自己 他清楚对方听到这个回答 一定会觉得很傻 自从来到这个新公司 每天都那么累还没拿过分红 更是把自己的积蓄都搭了进去 木加想告诉黎光 其实当初令达找他创业 完全没有画过大饼 自己真的只是为理想而加入 但是创业也给女孩上了一课 让他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那么遥远 虽然公司现在出了很多状况 不过还有很多信任木加的同事和客户 女孩觉得人这一辈子能赚钱的机会不少 可能都让自己任性 让自己坚持的机会不多 所以他还是希望再试一下 黎光深深地看着木加 感叹曾经的女孩没有变 木加没有否认 现在的他 就像当年对方为了拿到黎明大厦控制权一样 黎光用一砖一瓦造最好的房子 而自己也想学习一下 一草一木地从头再来 木加 请你记住 我是你的退路 你不是我的退路 你是我的好朋友 说吧女孩告知公司还有事情 自己就先去忙了 这次男人没有拦她 爽快地点头答应 一路朝阳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李木加到最后也没能跟王阳在一起 而田荣却因为老李一家 线下的巨额的借款 卖车卖房回到解放前 一直到最后 田荣小李开了个杀陷小尸 全剧结束 总而言之 这部剧不能用烂来形容 刚开始还以为是揭露职场的黑暗 却没曾想 女主只是一路靠着关系上位 没有王阳的照顾 她什么都不是 可由于没有摆正位置 凭借着我想要个家的说法 并是逼着王阳跟他结婚 导致最后分手 剧情演到这里已经是不太清楚了 不是说好的励志吗 怎么变成了靠大佬上位了 而且他口中想要个家又指的是什么 好在导演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马上改变套路 让失去大佬照顾的李木加 在工作中被排斥和孤立 然后他为了尚未不折手段 把起诉人的信息故意曝光 导致同事退出案子 最后导演再让他 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逆风翻盘 不仅让他重新拥有独立办公室 而且还给他晋升合伙人的机会 你以为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就在他要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合伙人时 却因为一个带资禁组的茂南颠老 放弃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机会 并且还自掏腰包下海经商 看到这里我简直就是要吐了 每天逼着李光给他一个家 到最后 自己却把所有积蓄给颠老创业 而另一边田荣刚开始也算正常 到最后彻底魔改 起初把小人物这个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自从他用50万在北京买下三套房后 就开始走向逆袭人生 一直到最后 跟小李结婚才发现老李为了买房 在外面各种借钱 最终隐恨西北 临走前 没有留下一笔财产 反而还欠下了满满的贷款 田荣为了还债 便卖所有家产 这到底演的是什么 田荣成功后不去享受生活 反而给小李一家擦起屁股 至此 这部披着都市励志 小人物逆袭的大作 终于落下帷幕 也结束了我长时间的精神折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